第174章,石壁上的字,看到叶英睁开眼睛,我心中一喜,连忙问道,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叶英的神情有些迷茫,他从我的怀中起身,看了看四周,问我这是哪儿?我告诉叶英,这地方是那断魂渊的底部。 而我们从上面掉下来,万幸的是,并没有死。但是这段魂渊里面,似乎有着一股奇怪的力量,压制着人体的气。所以我们丹田内的稻气和阴煞,包括它的血煞之气,都不能用。不过好的一点是,因为这股力量,直接使得叶英本来应该爆发的血煞之气反噬并没有继续。 将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叶英,他也点头,然后我取出一粒回春丹,给叶英吞下。他身上的伤势,也逐渐开始恢复。虽说这下面不能动用体内的力量,但是好在并不阻止疗伤药。我身上的回春丹,倒是还有几十枚。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这断魂渊下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存在什么样的危险。看到叶英身体好了许多,我也站起身来。走吧。我们先看看这下面是什么情况。 虽说进入了这样一个九死一生的绝境,但不管怎说,现在的我们都还活着。而之前要是不跳下来的话,那么我们恐怕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 我搀扶着叶英在这峡谷之中游走,很快,我们竟然在地上看到了内戒。我想,这些内戒很可能是之前下来的那些鬼羞,最终死在这个地方,神魂消散,所以导致内戒留在了这下面。 这些同样是收获,虽然不知道这次是生是死,但是将这些东西收起来总归是没错的。 当我们前进到前面的时候,我突然在石壁上看到了一串被人刻下的字。 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无法生存的世界。 这段话很奇怪,想必是某个家伙到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逃出这里,所以才在这里刻下了这样一段话。 而随着我不断带着叶英朝着前面逼近,石壁上的字也越来越多。 什么时候试了头?谁来给我一个痛快? 这些文字里面,无疑不是充斥着一种绝望。 这让我对断魂渊也越发地充满了好奇和警惕。 这断魂渊下面,恐怕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的鬼羞。 这些家伙在这下面上又上不去,那种只能在这里等死的绝望,恐怕会在他们的心中逐渐地加深,甚至到达那种非人折磨的一种境界。 这下面,难道没有任何的生物吗? 我暗自嘀咕,我们走了有些时间,但是并没有在这断魂渊下面发现有生物之类的东西。 从之前掉下来,到现在,唯一看到有生命的东西,就是将我们的身体拦住的那几棵树。 这断魂渊,到底有多甚? 我看着眼前深不见底,完全就好像是看不到镜头一样的断魂渊。 我根本不知道,一直走下去,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但是,坐以待毙吗? 不可能,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可能放弃走出去的希望。 然而,根据地府对这断魂渊的记载,似乎并没有任何的鬼羞在进入断魂渊之后,又重新出去的。 这断魂渊,总之充满了令人恐惧的诡异。 最让人抓狂的是,对于这断魂渊下面的记载,几乎是空挡的,完全没有多少的信息。 这让我更是无法去考虑,接下来,我们的动作该是什么样的? 只能这样漫无目的地朝着前面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出路。 手中拿着荧光石,将周围的环境照应在我的眼前,石壁,石壁,还是石壁。 除此之外,就是前面那几乎看不到尽头的峡谷。 而在我们的头上,悬崖上似乎隐约可见几棵树,生长在悬崖上面。 我曾想过,通过这悬崖朝着上面爬上去。 但是这个念头,几乎在瞬间的时间就被我打消。 根据我们掉下来的时间来计算,这悬崖的高度,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爬上去。 这种可能性是零。 如果说体内的修为还在,那自然是一切都比较好办。 但现在我们就是完完全全的普通人的身体。 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徒手爬上去? 这里根本没有路。 我估算着,走了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再次看到石壁上被人刻下了弯弯曲曲的文字。 这文字可以看得出来,刻字的人心中似乎已经开始有着抓狂的感觉,导致他刻下的文字看起来都无比的歪曲。 我不知道他在这下面生活了多久的时间,他竟然是发出了这样愤怒而无奈地感叹。 他或许也是想要从这下面找路出去。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这地方根本就没有路,为什么会没有路? 为什么? 紧跟着后面又是这样一段像要发疯了一样的询问。 他们都在这下面没有找到路,那条能够出去的路。 这些文字仿佛有着魔力一样,像要压迫我的心神,让我感受着绝望。 那种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去的绝望。 我深吸了一口气,随后问天剑出现在我的手中。 长剑不断地挥动,虽然现在我没有办法动用我体内的倒气,但是手中的问天剑依旧是一柄极为锋利的力气。 直接使用问天剑将石壁上的文字全部都抹掉。 看不见这些绝望的文字,那么情况就好很多了。 我算了一下,差不多走了一天,我们休息一下。 我看着身边的夜鹰,夜鹰路上基本没说什么话。 至于时间,也只能算是大概的估算。 身上的手机在从阳间进入地府没几天之后就完全没电,就算看时间都没有办法看,只能靠着自己的推算,大概的知道一点时间。 夜鹰点了点头,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 用问天剑将悬崖上的树木砍下来,然后生了一堆火。 现在的我们体内的气息被压制,已经差不多算是普通人。 不过好在,之前的身体都受到过道气的淬炼,所以比普通人还是要好很多。 想要生存,就必须要活着。 身上的壁骨丹不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能浪费。 我也不知道,我们要在这断婚院里面待多久的时间。 想要出去,就必须要坚持,先活下去。 就这样,我们照常休息。 我和小白轮流换班,该睡觉还得睡觉。 我感觉过去了四五天的时间,五天的时间,我们再也撑不住。 我拿出了三枚壁骨的。 我们服下壁骨丹之后,身体恢复了一些能量。 这壁骨丹一枚,能够有半个月的效果。 不对。 这一天,我的脚步突然停顿下来。 随后我快步,走到石壁的旁边。 在上面,有着一行歪曲的字体,不过已经看不清了,因为被力气锁抹去。 这地方在几天之前,我们好像来过。 我看着石壁上的蚊子,陈生说道,在这下面,我没有遇到任何的生物。 感觉,我们就是在绕圈一样的,不断地在这下面绕来绕去的。 而我可以肯定的是,之前的我一直都在朝着前面前进,现在为什么会看到,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 我们,似乎走回来了。 一旁的叶鹰,双眼死死地盯着石壁上,沉吟了片刻,终于出生。 我问小白之前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小白告诉我,现在他身上的能力同样什么都用不了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发现。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毛孽? 难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圆圈? 我自言自语地出声,如果说这峡谷是一个巨大的圆圈,我们好几天不断地赶路,只不过是在围着这么转悠罢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想要出去,岂不是只能从头上的这悬崖爬出去? 但这根本就是一条不可能实现的路罢了。 还是说,这里有着一个巨大的阵法,是一个强大的幻阵,就算是我们有着以前的修为,未必都破开的那种幻阵。 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叶英的声音在一旁响起,听到叶英的声音,我心中也跟着一鸣,叶英所说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真的是像叶英说的这样,这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幻阵的话。 那么现在的我们,想要破开这个幻阵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一个普通人,要怎么去破开这个幻阵? 之所以说叶英说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这段魂冤,真的太过诡异了。 我们下来之后,浑身的修为,便是没有半点能够调动。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那强大到阵法压制。 除此之外,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体内的修为,根本没有办法动弹。 如果是个阵,那就想办法,破了这个阵法。 我看着两边的石壁,最终,还是沉生说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然而,我却依旧要说出来。 可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破? 叶英看着我出生,她脸上并没有过多的担忧。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就算再担忧,恐怕也并没有任何的办法吧。 所以,有时间去担忧,还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再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上面。 你要,要是我们将这地方不断地破坏呢? 盯着这两边的悬崖时必好半天。 我脑海之中,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第175章,有人,就在我脑海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 我自己几乎都是,被这想法给吓了一跳。 身边的叶英,似乎并没有听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身后的叶英,问道,你知道鱼弓一山吗? 听到我的话,叶英的眉头,却紧皱了起来。 我摸着身边的石壁,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方才沉生说道, 就算这地方是一个幻境,那么它是不是需要布阵的地方和阵机, 根据之前我在石壁上用问题那件哗啦的这些痕迹, 让我确定,就算这地方是一个幻境,那么这些石头,绝对都是真正的石头。 如果,我们将这些地方破坏呢? 或许运气好,还能够破坏掉这什么阵法的阵机? 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现在似乎并没有别的办法。 就算挖不到阵机,破不掉阵法,我都要活生生地挖出一条通道出去,直到我挖不动的那一天。 盯着面前的石壁,我心中终于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是说,挖着石壁? 叶英迟疑了好半天,眼神之中仿佛是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面前的石壁出生,我重重地点头,算是回答了叶英的这个问题。 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有着足够的修为,要将石壁打通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现在,我们体内却并没有能够调用的气息。 不过好在的是,我还有问天剑,问天剑本身法宝的属性还在,削铁如泥。 所以,就算是面对这样的石壁,问天剑也能够撼动。 想到这里,我手中的问天剑直接朝着面前的石壁上砍了过去。 顿时间,一道深深的痕迹出现,足足有着一根手指那么深的痕迹被问天剑斩了出来。 不过,我却感觉到,手臂上有些酸痛,不能动用到气加持,威力的确是小了很多。 但至少并不是毫无作用。 想到这里的我,瞬间斩出第二箭。 很快,一个凹进去的洞口,出现在我们面前。 而在我的脚下,则是无数的碎石。 进度很慢,这个洞口并不算很大。 而且我也足足花费了可能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才弄出了这样的一个洞口。 随后,我转过头看了叶音一眼,脸上带着笑容。 你看,要是我们能把这座山挖空,是不是就能够出去了? 虽然这想法还是有点疯狂,但是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因为我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个时候,叶音的手中也出现了一柄红色的匕首。 他手中的匕首直接朝着面前的石壁刺去。 虽然没有问天剑刺的身,但这匕首恐怕也并不是什么凡物,竟然能够在这被压制的情况之下,破开石壁。 你去休闲,我来就行。 我看着叶音额头上的汗水,顿时出声说道。 而这个时候的叶音却看着我,翘脸上带着一抹笑容。 我可还想着早点出去呢。 看着叶音,我并没有再劝他。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全部都消耗在挖石头上面,我们会将碎石全部都进那戒里面,然后小白带着那戒出去外面将碎石放出来,再进来装,随时保持石洞里面的通畅。 经过三天的努力,我们面前已经多了一个能够容纳十来个人的洞穴,这都是被我们挖出来的。 我和叶音坐在石头上休息着。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我的手掌心之上传来一丝炙热的感觉,察觉到这一状况的我微微一愣,抬起我的手一看。 我手掌心上面有着一个黑色的符纹,然而,此刻这黑色的符纹上面竟然是微微闪烁着,一闪一闪的。 而且还不断地有着一丝热量从我的手掌心传来。 我的心中大惊,这东西不是沈万山给我留在手心上的吗? 而且沈万山告诉我,这个黑色的印记能够感应到鬼喜的所在之处。 而鬼羞所在之处便是那地狱泉水,这地狱泉水的位置又是随便活动的,根本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不会吧? 我看着手上的印记,迟疑了半天的时间,方才是有些难以置信的出声。 怎么了? 身边的叶英有些疑惑地看着我,问我怎么回事? 关于这黑影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跟叶英说过,并不是不相信叶英。 而是生怕有人跟着我们,偷听我们说话。 隔墙有耳这话,随时我都急着。 要知道,就算是沈万山在万事商会的地盘,跟我交代这些,还让那鬼佬封锁了空间,所以我并不敢乱说。 但是现在身处断魂渊,我可以确定的是,并不会有人偷听我和叶英的谈话。 随后,我便将关于这黑影,还有沈万山给我交代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 我们想要回去,就必须要找到那鬼佬。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断魂渊的下面,感受到了鬼佬的气息。 也就是说,现在鬼佬恐怕就在我们周围不远的距离。 叶英听明白之后,随后也是有些不敢相信的出声。 我点头,告诉叶英,沈万山应该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忽悠我。 所以现在,这黑影有了反应,也就是说,鬼佬肯定就在附近。 只是这鬼佬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这就让我很是有些疑惑。 不会在这山里面吧? 叶英指着面前被我们挖着的山体,听到这话的,我也微微一愣,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毕竟之前的我,可是,并没有感觉到黑影的反应。 为什么我们朝着前面挖了一个通道之后,就会有感应了呢? 别着急,我仔细感应一下再说。 不过,我并没有盲目的行动,因为这件事情事关重大,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鬼佬,那就千万不能让鬼佬再跑掉。 不然到时候,恐怕就更难找了。 我说完之后,便盘坐下来,然后静静地感受着手掌心上传来的那股炙热的感觉。 好半天的时间,我终于找到了那一抹淡淡的联系。 在地下? 我对着夜阴出生,我脸上带着一丝兴奋。 鬼洗在地下,那也就证明地狱泉水也在地下,虽然不知道有多深,但总要继续挖下去才是。 而且知道地狱泉水在下面,我似乎想明白了之前的一个疑惑。 那就是,本该五百年才会成熟一次的阴灵果为什么提前成熟呢? 就是因为地狱泉水,这地狱泉水乃是由精纯的灵魂力量凝聚而成的。 而那阴灵果同样需要这样的力量,恐怕是正巧地狱泉水在这阴灵果的下面, 所以导致这阴灵果受到地狱泉水的滋养,提前成熟。 不过,要是能得到地狱泉水,肯定是比那阴灵果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感受到地狱泉水在地下的瞬间,我和夜阴便开始更加迈力起来, 不断地开始挖着本来就已经很多的通道。 不过这次,我们改变了方向,朝着下面挖。 我感觉到浑身充满了干劲。 只要找到那鬼洗之后,我们似乎就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了。 咚! 我也不知道我挖了多久,反正时间感觉够得挺快的, 突然一声沉闷的声响传来。 我脚下一空,整个人便是失重了一般,朝着下面掉落了下去。 按道一声不好,之前他兴奋,竟然忘了这茶。 而我掉下去的瞬间,夜阴的身形也跟着掉了下来, 砸落在我的身上,我和夜阴吃痛的哀嚎声传来。 我连忙问夜阴有没有事。 好在这地方不算很高,夜阴拉起来,说我垫着, 他好像没什么大事,感受着全身传来的刺痛。 我连忙爬起身来,随后我感觉到身上一股力量瞬间传出。 察觉到这股力量的瞬间,我整个人便是一阵狂喜。 因为我竟然发现,我体内的倒气能够动用了。 我的血煞之气,似乎能用了。 不等我问,身边便是传来夜阴的声音。 看来我们掉下来之后,那股身上的束缚力量,竟然消失了。 小白也出现在我的肩膀上,说他也恢复了。 体内的修为恢复,我的心中不由充满了一阵希望。 这就是力量给予自身的一种信心。 说实话,之前体内的倒气无法动用,我心中其实一直都有着一种沮丧,只不过一直在强行地说服自己罢了。 现在再次感受到体内的能量,心中自然是放心了许多。 走,先看看这下面是什么地方。 我和夜阴手中拿着一枚荧光石,然后在这地下空间转悠起来。 这下面似乎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岩洞一般,但是隐约之间,我仿佛是听到了一阵阵滴水的声音。 这下面有水源,我们连忙寻着水源的位置靠近过去。 很快,我们看到了一汪泉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一汪泉水,而是从石头里面浸透出来的水滴,滴落在地上一个储水的地方。 再然后,我看向了另一边,这个时候,我整个人猛然一惊,我竟然看到了一间石屋。 说这地方是石屋,还不如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地看起来能够住人的天然石屋。 但是我确确实实地,是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普通的用具。 这地方竟然有人,我心中说不出的惊涛骇浪。 最终,我拉着夜阴,朝着那石屋走去,因为我不敢保证,这里的人到底是什么形态。 第176章,苦海。 要知道,这地方可是有着地狱泉水。 如果说对方知道,我是来寻找地狱泉水的,我不敢保证,他不会对我们动手。 而且还会在第一时间出手。 所以,我体内的倒气,时时刻刻都在做好准备。 身边的夜阴,包括小白,都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就这样,我们开始一步步地朝着那间石屋走过去。 但当我们靠近之后,我才发现,这石屋里面仿佛布满了灰尘一样,好像很长的时间都没有住人了。 这让我很是疑惑,本来我以为这下面会遇到危险。 但是当我走到这石屋的门口,我才发现,这里面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我走进石屋之中想,想要看看这石屋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而这石屋里面却是出奇的简洁,只有一张简陋的石床,还有一个老旧的蒲团。 最后,我在那桌案上看到了一个香炉还有木鱼,其余之外,这里面并没有任何什么东西。 我查探一下,终于是在一旁的石壁上,看到了一串刻画下来的文字。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净律深密,犹如密藏。 这字读起来,我并没有从里面看出任何不平凡的地方。 这让我眉头一皱,本来以为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一些线索的。 但是现在看来,这里面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对我有用。 就连住在这里面的人也不见了。 只是不知道,这里的人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在这时事之中并没有多余的收获,我和叶英便继续在这地下空间查探起来。 而随着我们在这里面开始转悠起来,这个时候,小白却告诉我, 她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怨气。 这股怨气,她很难说出是多么的强大。 反正有着一种让小白都有些动弹不得的感觉。 听到小白的话,我心中也升起一阵惊寒。 这地下空间里面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不管这怨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都必须要去看看。 随后,跟着小白的感应,我们一路朝着某个方向前进。 随着我们靠近,我和叶英同样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这个时候,我才能够感觉到之前小白所说的恐怖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股力量,竟然让我心神都有些动摇。 这是何等强大的怨气。 而随着我们不断地靠近,这股怨气也越发地浓郁起来。 最终,一处巨大的海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没错,那些怨气就是冲着海上面出来的。 这就是一处大海,一望无际的大海。 苦海无涯。 我注意到,这旁边似乎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有着几个无比鲜红的大字,仿佛是用鲜血浇灌而成的一般。 看起来无比的惊心,让我心脏不由一紧。 苦海? 难道眼前这地方,竟然是地府之中那苦海吗? 都说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我在这旁边看到了苦海无涯,但并没有回头是岸。 最主要的是,这海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怨气呢? 这种怨气,简直是强大到可怕。 那边似乎还有一块碑。 这个时候,身边的夜莺也出声对着我说道,文言的我连忙朝着夜莺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的确有一块碑,只不过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因为比那苦海无涯看来,的确是小了很多,就好像是一块并不怎么出奇的石碑一样。 而当我们走到那石碑面前的时候,我却看到这石碑上面,赫然是有着一串文字。 这文字看起来有点像范文的感觉。 我看向夜莺,问他知不知道这句话写的是什么意思。 夜莺看着那石碑研究了半天,方才是断断续续的出声。 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听到夜莺的这句话,我整个人心中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这句话可以说真的太让人印象深刻,别说是修道者了。 你就是在外面随便抓一个人,询问这句话。 他们都知道,这句话代表着一个人,一个比佛更伟大的强大存在。 地藏王菩萨。 没错,他永远都是菩萨,并没有成佛。 因为他的弘愿并没有完成,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之前在石碑那里看到的那段字。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净律深密,犹如密藏。 难道那石室,便是地藏王菩萨的住处吗? 这地方竟然是地藏王菩萨眼前超度怨灵的地方。 不管是人还是鬼,总是免不了一些大奸大恶。 而就算变成鬼,同样有着这样的存在,一些成为鬼修,便是无恶不作。 而地藏王菩萨的存在,便是要超度这种恶鬼。 阳间的道修,很多都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当一个鬼物成为厉鬼,或者是修为高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超度,只能打散。 但是这一切,在地藏王菩萨这里,并不存在,它都能超度。 当然,这一切也不过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类似于传说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就是,现在我可以猜测。 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我们闯进了地藏王菩萨的清修之地, 只不过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地藏王菩萨。 难道这位菩萨成佛了吗? 不,历史上并没有对地藏王菩萨成佛的记载。 其实地藏王菩萨的修为,功德都已经远超了某些佛,但他却不成佛。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地藏王菩萨,既然没有成佛。 他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看着眼前的苦海,可想而知,这苦海之中那么多的怨气, 之前肯定都是地藏王菩萨在超度。 但是地藏王菩萨,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离开了这个地方。 导致这苦海之中的怨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才会有了眼前这一副恐怖的场景。 有点失控的场景。 小子,你渡船前来,在海中有你一辈子仰望的机缘。 你渡船前来,我就给你。 这个时候,一道悠悠的声音顿时间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而听到这声音的瞬间,我就竟然是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强大到牵引力一般, 仿佛在不断地诱惑着我的心神一样, 想要将我不断地朝着眼前的这大海拉过去。 那有黑的大海,海面并不是蔚蓝色。 而是那种乌黑的闪着寒光的那种颜色,水波荡漾。 隐约间竟然能够看到水面之下有着一张张的人脸浮现出来。 他们在对着我们这边笑,似乎在和我们嬉戏, 更像是一些朋友,想要邀请我们前往海中和他们一起玩耍。 这地方很诡异。 小心一些。 关键的时刻,我身边的铃铛顿时发出一声轻响。 而后我整个人恢复正常,看着身边的夜莺,我连忙出声提醒。 刚刚一瞬间的时候,我竟然是差点因为一道身影,而迷失了自己。 简直是不敢想象,竟然会有这种事情。 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清醒。 不要迷失在这苦海的怨气之中,只因为这怨气真的太过强大。 这个时候,我催动小铃铛从我包里面飞出来。 我记得,小铃铛似乎就是需要依靠度化这些东西, 然后来吸收那些剩余的灵魂力量,使得它不断地变强。 现在这整个苦海,岂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小铃铛可是一件强大的法宝,不管是防守, 还是那诡异无比的灵魂攻击,都是极为强悍。 所以将这小铃铛尽快地强化, 来是我一直都想要做的事情。 随着小铃铛寄出, 我体内的倒气不断地朝着小铃铛里面汹涌了过去。 短时间,叮铃铃的声音不断地在场中传开。 而后,小铃铛竟然是在这个时候迎风暴涨而开。 上面有着许多的金色符纹在这个时候不断地闪烁着, 然后在小铃铛的身边, 我看到一张张无比扭曲的面孔, 被那金光笼罩在其中, 然后那种刺耳的嘶叫声, 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感受到面前的这小铃铛仿佛无比的兴奋一样。 而那凄厉的惨叫声不断地在这场中传开。 不,我还没报仇, 我要杀人, 不要杜化我。 啊, 该死的小子, 停下来, 不让我要生吞你的神魂。 隐约之间, 我竟然是还听到了一阵阵咒骂的声音, 七面充满了人性的扭曲。 对此, 我却是没有半点的理会。 仍有着那小铃铛不断地度化这些怨铃, 一股股灵魂力量不断地被小铃铛吸收进去。 我看到小铃铛在这个时候竟然是开始不断地变大, 而那铃声也变得愈发地清脆起来。 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大喜, 看来这苦海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就拿着小铃铛来说。 这地方绝对是能够让小铃铛快速成长的地方。 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只要能让小铃铛变强, 我在这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又有什么不可。 然而, 就在我这个念头刚刚升起的瞬间, 海面之上, 好像无风起浪一般, 一道巨大的海浪直接在海面之上掀起。 而后, 一只大手似乎是直接从你的海浪之中伸出, 朝着我的小铃铛抓了过来。 察觉到这一状况的瞬间, 我整个人心中大害, 这是什么东西? 小子, 安敢放肆。 与此同时,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突然在我的脑海之中响起, 我整个人头痛欲裂一般, 这道声音仿佛直击我的心神深处, 我不断地摇头, 摆脱这种让我极为不舒服的感觉。 这是怎么回事? 这道声音是谁?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竟然竟然让我身体支离破碎的感觉。 与此同时, 那只大手也瞬间朝着小铃铛抓去。 哼, 想要利用苦海中的怨铃来提升你的法宝, 现在我便给你捏碎了它, 然后让你魂魄涌流在此。 那道声音再度传来, 而随着这道声音钻进我耳中的瞬间, 我整个人便是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朝着后方倒飞了出去。 然而, 此刻的我却依旧不断地在想要将小铃铛收回。 第177章 开始了。 但是, 此刻的我却发现, 随便我怎么控制, 小铃铛就是没有从天空之中撤回来, 并不是我无法控制小铃铛了, 而是有着一股更加强悍的力量在阻止我。 在这股力量的阻止下, 我似乎失去了一切的反抗力量。 我心中大害, 玩犊子了, 本来以为能够利用这地方将小铃铛提升的,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苦海之中, 竟然还有着这种令人恐惧的存在。 这家伙实在太过强大了, 别说现在的我, 我感觉到, 就算是我到了上清境, 甚至上清境巅峰, 也未必是刚刚那道声音的对手。 更何况, 对方只是出声, 还有出现了一只手罢了。 快走! 这个时候, 身边的叶银拉了我一把, 这种存在, 简直比之前我们遇到的那冯德伦还要强大, 这叫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和之对抗。 所以, 现在最好的办法, 似乎只有逃。 而且, 这东西应该是被限制了, 根本逃不出多远, 不然它完全可以先来对我下手。 它似乎被禁锢在这苦海之中, 根本没有办法出来。 阿妈那巴米哦! 然而, 就在这瞬间的时间, 空中突然是有着一道声音响起, 这声音来得很突然, 而且, 仿佛就这么突兀地出现在空中, 根本就找不到, 这声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地方。 而此刻, 我则是注意到, 之前我们看着并不起眼的那块石, 上面写着,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的八个大字。 此刻, 上面竟然是有着一个个无比诡异的梵文浮现出来, 然后朝着天空之上飘浮了出去。 厚重的泛音, 不断地在空中传出。 而后, 那些符文开始朝着那只黑色的大手飘飞了过去, 就在那些符文碰到大手的瞬间, 那黑色的大手仿佛是遇到致命的克星一般, 不断地开始后退。 而从那苦海的深处, 我仿佛听到一阵阵低沉的闷哼声, 整个苦海之上, 开始有着无数的怨灵, 开始哀吼。 臭和尚, 你都走了多少年了, 还不愿意放开我们? 我恨, 我恨。 那充斥着冲天怨气的声音, 突然从那苦海之中传出。 而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便是想到了地藏王菩萨, 刚刚应该算是地藏王菩萨留下的后手吧。 而且也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测, 地藏王菩萨似乎真的走了, 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 而且还走了挺长时间, 不然刚刚那东西不会说出那句话。 眼看着一切怨灵终于安静下来, 仿佛沉入了这苦海的深处一般。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终于是感觉到, 刚刚那浓郁的怨气似乎消失了。 这个时候, 我单手一招, 那小铃铛也快速地飞回到我的手中。 而此刻的我却发现, 在小铃铛的后面, 竟然紧跟着异常串的梵纹符文, 这些符文出现, 竟然直接钻进了小铃铛里面。 而后小铃铛开始无比兴奋地摇晃了起来, 发出那种清脆的声音, 仿佛是在表达那种极为欢喜的情绪一般。 察觉到这一状况的我瞬间, 我心中又惊又喜, 看来小铃铛这次提升真的挺大的, 竟然是能够如此清晰地给我传递情绪了。 至于后面进入小铃铛身体里面的那些符文, 我并不担心, 因为我感觉到, 小铃铛的欣喜, 似乎主要就是因为那些符文进入小铃铛的体内了。 你没事就好。 我紧握着小铃铛, 轻声对着它说道, 在我的手中, 就算是一件冷兵器, 和我的时间长了, 都会生出感情, 更别说小铃铛还是有灵质的那种。 而且, 小铃铛以后, 要是不断地变强, 肯定是能够诞生出气灵, 就像之前的那黑色残剑。 问天剑也会诞生气灵, 或者说, 它本身就是有气灵的, 只不过现在还在处于恢复的状态。 而现在的小铃铛, 却是在成长的状态。 至于有了刚刚的教训, 我并没有急着让小铃铛去度化苦海之中的那些怨灵, 因为我生怕再将之前的那个家伙给惹出来。 最主要的是, 这次惹出来, 我就不知道地藏王菩萨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后手了。 刚刚要不是地藏王菩萨留下的后手救了我, 就算我能逃走, 但是小铃铛肯定是被那家伙给破坏了。 想到这里, 我看了一眼这苦海, 便是叫上夜鹰, 带着小白转身就离开这个地方。 走的时候, 我明显是感觉到小铃铛的一阵不舍。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则是让我很无奈了。 你放心, 等以后我实力强大了, 就再带你来这地方, 让你吸收个够。 我这样安抚小铃铛, 焦躁的小铃铛方才是恢复了正常。 远离了苦海之后, 我再度看着手掌心的黑影, 之前晕呼了, 我下来可是为了寻找鬼喜的, 所以现在必须要仔细地感受一下, 鬼喜的所在之处。 跟着黑影的感应, 我朝着某个方向不断地赶路。 而跟着这地下空间不断地绕来绕去, 我竟然出现在一处巨大的水潭面前。 这水潭看起来恐怕足足有着十来米宽, 而这次的睡却不是黑色, 而是正常的颜色了。 察觉到这一状况, 我心中微微一愣, 因为鬼喜的感应, 竟然是从水潭下面传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怀中的小白连忙出声。 我感觉到那大家伙的气息了, 那大家伙应该就在这水潭之中。 听到小白的声音, 我微微一愣, 连忙问小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蛟龙啊, 那条带着龙血的蛟龙啊。 小白连忙出声对着我解释, 文言的我则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大爷的, 不是这么蹊跷吧? 那看守英灵谷的蛟龙, 竟然就在这水潭下面。 那么岂不是说, 那英灵谷也就在这附近了? 难怪那鬼喜的气息是从这个地方传来的。 鬼喜所在, 自然就是那地域泉水所在。 而这样的情况之下, 自然找到鬼喜, 也就找到了英灵谷所在的位置。 看着这个水潭, 我却是有些烟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蛟龙啊。 眼下这种情况, 这蛟龙可是连鬼皇强者都不敢轻易招惹的。 而且就是鬼皇出手, 也需要好几个人联手, 才能牵制住这蛟龙。 现在我赶下水潭去吗? 赶个毛线, 我顿时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身边的叶英也不说话, 毕竟这的确是一件很让人无语的事情。 现在我需要的东西, 竟然都在这水潭下面。 而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要得到鬼喜, 岂不是一定要惊动那蛟龙吗? 这是成心了, 将我往火坑里面推啊。 我暗叹了一口气, 实在是对眼前的这个事实有些不知所措。 下去吗? 不敢。 不下去? 不行啊, 我要东西都在下面。 先不说, 那蛟龙血了, 实在是不行, 我也不会去强求。 但是鬼喜必须弄到手啊, 到时候, 我就必须要下去, 才行。 其实我们可以等的。 这个时候, 身边的叶英也轻声对着我说道, 文言的我连忙看向叶英, 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叶英看着我, 笑了笑问我是不是忙糊涂了? 随后叶英告诉我, 上面那些家伙, 想要夺得英灵果, 那么就肯定会和蛟龙动手。 这样的情况之下, 蛟龙定然会被牵制住。 而我们就等那个时候, 选择下去, 自然就能够避开蛟龙了。 听到叶英的话, 我眼前一亮, 的确是忙糊涂了。 我竟然把这么简单的问题给忘了。 不对啊, 我们怎么知道, 英灵果有没有成熟? 如果那些家伙, 已经和蛟龙交过手了呢? 英灵果的争夺结束了, 那还怎么弄? 我一摊手, 要知道, 我们可是在断魂晕的下面, 待了不少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要是那些人已经和蛟龙动过手了, 那情况可就对我很不利了。 因为没有人能够牵制蛟龙, 那我如何下手? 不过, 就在我们刚刚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小白继续出声。 这个你放心, 如果真的动过手, 以蛟龙那火爆的脾气, 现在肯定气息波动会很狂暴, 不会跟没事人一样。 所以我断定, 他们还没动手。 小白的声音, 将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疑惑给解开。 我心中大松了一口气,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还真是天助我也。 既然是这样, 那只能说我们的运气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静静地等着吧。 那什么阴灵果可以不要, 但是鬼喜必须要得到。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水潭的眼神, 也是在这个时候, 变得无比坚定起来。 阴灵果这玩意儿, 虽说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我现在的第一任务, 是得到鬼喜。 我要借助鬼喜, 离开这地府之中, 回到阳间去。 闭上眼睛, 我开始修炼, 因为闲着也是闲着。 我们就守着水潭子, 休息了整整两天的时间。 这一天, 突然水潭的水面, 突然变得汹涌起来, 有着许多的水, 建设到石台之上。 隐约间, 竟然是有着一声狂暴的怒吼声, 从水潭中传来。 啊! 我的眼睛猛然睁开, 盯着虽然, 嘴角微微上扬, 终于开始了。 第178章, 十点钟的声音, 那怒吼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看着眼前这水潭里面那不断激荡的水, 就能够看出来, 此刻那条蛟龙处于暴走的状态。 而我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水潭, 应该只是, 一处暗水, 从这下面游出去, 恐怕才能看到英灵国所在的位置, 这倒是正好保证了我们的安全。 片刻之后, 小白告诉我, 那蛟龙的气息已经远去,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我看了身边的夜阴一眼, 以体内的倒气封闭五官, 我们一同跳进这水潭之中, 开始跟着手掌心之上, 那黑色印记朝着下面靠近过去。 随着我们潜入水潭下面, 那股感应也就变得更加的强烈起来, 这让我心中越发的欣喜, 看来这鬼喜真的就在这下面。 我们下沉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因为自身实力的原因, 这点水压倒是暂时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路过中途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处巨大的洞府, 这洞府就在水下。 而感受着洞府之中那残余的气息, 我几乎瞬间但断定, 这里面就是那蛟龙的洞府, 因为那残余的气息都给人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 然而, 我手掌心之中的那黑色印记却依旧还在闪烁, 也就是说, 我要找的东西还在下面, 其实我知道这洞府里面肯定是有着好东西,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肯定是要先弄到鬼喜再说。 要是进入这洞府里面, 到时候耽搁了时间, 蛟龙回来碰到, 那情况才是糟糕的。 想到这里, 我抑制住了心中的渴望, 继续朝着下面快速地逼近。 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终于, 我感受到那力量似乎越来越强悍, 似乎是到了这具大水潭的底部了。 我看到, 在下面竟然是有着一个黑色的东西, 这黑色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汪全眼一般, 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漩涡的状态。 这漩涡看起来并不算很大, 应该只有几米左右的半径这样的宽度, 而那漩涡则是比较显眼。 这东西和这些湖水是彻底的隔开。 而从表面上, 我竟然感觉到不到任何的气息, 眼前这黑色的漩涡, 就好像是很普通不过的一个漩涡。 难道这玩意儿就是地狱泉水? 我看着眼前的漩涡, 有些不敢相信的出声。 不是说那地狱泉水是很牛逼的东西吗? 但是我眼看着眼前的这东西, 却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到底牛逼在什么地方。 和我想象中的似乎差距太大了呀。 想到这里的我看着手中的印记, 却发现那印记的反应愈发地浓郁起来, 就好像我要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黑色的漩涡里面一样。 不管了, 神湾山给我的这印记应该不是坑人的, 就算这黑色的漩涡并不是那地狱泉水, 那鬼喜应该也在这里面。 说完, 我看了夜莺一眼, 对着她点头。 之前我们就说好了, 反正到了这种地步, 不管我们遇到什么, 都要一起面对。 所以我抱着小白, 拉着夜莺的手, 朝着这黑色的漩涡走过去。 虽然感受不到任何的气息, 但总要试试。 就在我们的脚步, 踏进这黑色漩涡的瞬间, 我顿时感觉到, 周围一阵天旋地转。 而后, 眼前的一切便是开始变得乌黑起来。 当我感觉到, 双脚踩在地面上的时候, 周围依旧是一片漆黑, 我连忙将荧光石取出来。 顿时间, 我方才是看清楚, 我现在竟然是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石垫之中, 这个石垫看起来很普通, 只是在这石垫中间, 有着十一根巨大的石柱。 这石柱上面, 有着一些凶兽的雕刻, 看起来无比的猙獰。 除此之外, 我在这石垫之中, 察觉不到任何的奇特之处。 倒是整个石垫的地面之上, 有着一个巨大的诡异符纹, 这符纹呈现出一阵乌黑的颜色, 上面时时刻刻都有着一阵有黑的流光运转而开。 叶鹰, 我喊了一声叶鹰的名字, 很快, 我看到叶鹰就在我旁边不远, 我连忙过去将他拉住, 然后看着他出声, 让他小心一点。 叶鹰点了点头, 我们继续回到大殿之中, 然后开始四处打亮了起来。 我看了看手心, 这个时候, 我发现, 那黑色的印记竟然不闪了。 大爷的,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这印记带着我们到的这里吗? 为什么现在这印记没有反应了? 靠, 这沈万山不会坑我吧? 我自言自语地出声。 而就在我话音刚刚落下的瞬间, 轰的一声, 我身后竟然猛然传了一声巨响, 而后野道恐怖的气息, 直接将我压得, 朝着后方倒飞了出去。 小子, 你是怎么进来的? 随后, 是一道无比阴森沉重的声音, 听到这声音, 我心中大惊, 体内的倒气, 也是在瞬间运转起来, 甚至忘了将体内的倒气同化成为血煞之气。 哦? 竟然还是一个阳间下来的小子, 告诉我, 你怎么到的这个地方? 就在我气息散发而出的瞬间, 那道声音却再度响起,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心中咯噔一声, 暗道不好, 暴露了。 不过这家伙, 并没有着急着对我出手的意思, 而且我根本就看不到, 说话的这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 对方根本就不是人。 前辈, 我连你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样问我问题, 未免有些没有诚意了吧? 我打量这四周, 此刻, 我也让小白快点感应, 说话的这个家伙在什么地方? 就算是防备, 那也必须要知道别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攻过来的。 然而, 小白却告诉我, 他根本就感应不到。 嘿嘿, 小家伙警惕心倒是挺强的, 但是以你的实力, 还没有资格看到我。 你如果不想死的话, 那最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这道声音再度传出, 随后, 我便是感觉到, 在我的周围, 有着一股强大的气场, 直接将我们包围在中间, 我能够感觉到, 说话的这个家伙, 并没有骗人。 只要我有一点不对劲, 他恐怕会在第一时间动手。 我心想, 反正都这样了, 也只能交代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能一五一十地告诉眼前的这个家伙。 回前辈的话, 我是在以为前辈的指引先, 他给了我一个东西, 说是能够感应到地狱泉水, 所以, 这才跟着感应到了这个地方。 没错, 我说的是地狱犬说, 并没有说鬼喜的事情。 谁知道眼前的这个家伙是谁, 要是知道, 我是来找鬼喜的。 而且手里面, 还有寻找鬼喜的一个关键东西, 那我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整个地府的人都在寻找鬼喜, 我就不信, 眼前这个家伙, 不想得到鬼喜。 嗯? 这地府中竟然还有东西, 能够感应到地狱泉水? 你当我是很好骗吗? 有些温怒的声音从那家伙的口中传出, 很显然, 他识破了我的谎言, 地狱泉水在这个地府很多人都知道, 根本就无迹可循, 只能靠运气, 说不定能偶然碰到。 前辈, 你觉得现在我骗你有好处吗? 虽然之前我也不行, 但我确实是跟着感应到的这个地方, 不然我怎么能够知道, 这儿就是地狱泉水呢? 或者说, 这儿也不是, 只不过的确是那位前辈骗了我, 我看向面前的空中, 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感觉到, 暗处随时都有着一双眼睛, 正在死死地盯着我, 只不过我看不到他罢了。 好, 你要我信你也行, 你将那能感应地狱泉水的东西给我看看, 我就信你。 你要是拿不出来, 那我你可先杀了你的这个小女友。 然而, 沉默了片刻之后, 我以为这家伙相信了, 但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又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听到这话, 我脸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心中, 却是已经开始变得焦急起来, 要是让他看到我手中的印记, 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虽然不敢保证他能认出来, 但要是被认出来,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死。 所以, 千万不能给他看。 前辈有所不知道, 那位前辈给我的东西, 说是靠近地狱泉水多近的距离, 就会自动消散。 只是一道奇怪的印记罢了, 现在的确已经不见。 说吧, 我将自己的胳膊伸出, 告诉这家伙, 之前那印记就在我的胳膊上, 但是找到这地狱泉水之后, 那印记就自己消失了。 说完这些, 整个十殿之中, 又一次地陷入了沉默。 而我的心中, 却变得有些不安起来, 因为这种沉寂, 最是让我感觉到一种 无法安定的担忧。 然而, 过了好半天的时间, 那道声音依旧没有说话, 我朝着空中看去, 心中很是不解。 随即, 我试探着出声, 前辈, 你还在吗? 在我说完话之后, 整个十殿之中, 也是瞬间传出一阵大笑之声。 哈哈, 沈万山这家伙办事, 就是放心, 你小子不错,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整个人陷入了猛逼的状态, 这叫什么事? 这一家伙竟然直接叫出了沈万山的名字, 也就是说, 他知道我是沈万山派来的, 那么他是不是也知道, 我是来寻找那鬼喜的? 他既然知道这么多, 那么这个暗中的家伙, 又是何方神圣? 第179章, 鬼喜, 然而, 迟疑的半天的, 我并没有着急说话, 直到那大笑的声音消失, 我方才是淡淡出声, 前辈说的什么, 晚辈不是很明白, 虽然对方直接叫出了沈万山的名字, 但是我并不能选择相信, 因为我知道, 这举动要是被别的有心人知道, 情况会更糟糕, 行了, 你小子别装了, 不就是沈万山给了你鬼喜的子印, 让你来寻找鬼喜的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你要寻找的那鬼喜, 的确就在这里面, 听到对方竟然直接说出了我来的目的, 我心中不由得不惊, 而这个时候, 我在怀疑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家伙肯定是和沈万山是一伙的, 虽然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但至少和沈万山是一伙的, 那暂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前辈也是沈掌柜派来寻找鬼喜的, 我试探着出声询问, 而刚说完, 暗中就传来一阵不屑的声音, 切, 那家伙还没资格, 听到这妖牛逼的话, 我顿时一阵哑然,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家伙应该是被困在这里面不能出去了, 咋就不知道低调呢? 不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还是怎么定? 真是皮, 那什么, 前辈现在既然该试探我的, 也试探了, 是不是能一睹前辈的尊容啊? 我看着空中, 抱拳出声, 不得不说, 这样冷不丁地飘来一句话, 让我有着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 有什么还是当面聊比较好? 你以为本座不想出来吗? 你, 到最终的那根石柱旁边, 本座就在石柱里面, 随后, 一道有些气愤的声音传出, 文言地, 我顿时反应过来, 感情之前, 这位是说话吓唬我的, 他自己, 竟然被困在石柱里面, 压根就出不来, 小子,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本座虽然出不来, 但是想杀你, 还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 别动什么歪脑筋, 听到这丝毫不掩饰的威胁的话语, 我摸了摸鼻子, 按道一句, 你牛逼, 当我走到那石柱旁边的时候, 看到这石柱, 依旧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伸手摸了摸触感, 别乱摸, 刚上手, 顿时就被呵斥了一声, 我手连忙收回来, 撇了撇嘴, 至于吗? 不就是摸一下吗? 小子, 你告诉我, 你得到鬼喜之后, 你想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直接从石柱里面传来的, 听到这个问题的, 我微微一愣。 随后, 我连忙出声告诉这位, 我能怎么办? 我自然是要利用鬼喜离开地府, 回到阳间去。 对了, 沈掌柜的让我把鬼喜带走, 他说了, 鬼喜要是去了阳间, 那么地府的这些人就找不到。 那样, 地府就一直会是无主的状态。 既然这货是跟沈万山一伙的, 也不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沈万山的想法。 在我说完之后, 对方再度陷入了一阵沉默之中。 随后, 他问我, 你就不想当鬼弟? 听到这话的我顿时笑了, 说我暂时还不想死。 先不说我拿着鬼喜当鬼弟, 恐怕来不及享受, 救完犊子了。 最主要的是, 我在阳间活得好好的, 生活还没享受够呢。 主要是我老婆还没娶呢。 我对这鬼弟, 没有半点兴趣。 说完之后, 我看了一眼身边的叶英, 发现他竟然也在看着我, 脸上带着一抹淡笑, 我顿时心虚地转过头。 小子, 你就不知道当鬼弟能号令地府? 比你在阳间好多了。 这家伙继续出声诱惑我, 弄得我很不明白。 他明明知道我是阳间的人, 还让我当什么鬼弟, 这不是扯淡吗? 我连忙把手, 打断了他的话。 冒昧打断一下前辈, 我看这些话, 你还是别跟我说, 我真没兴趣。 至于您既然知道, 那鬼喜在什么地方, 告诉我, 我好带着回去见神掌柜, 看他还有没有什么安排。 这也是沈万山的要求, 他会让我带着鬼喜离开, 但是找到鬼喜之后, 他必须要让我回去, 然后让他亲眼看一下鬼喜。 其实我也想过, 沈万山会不会耍诈, 但是随即就被我给否定了, 我觉得他没必要。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的实力, 完全可以强行控制我的神魂, 让我帮他办事。 但是他并没有,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跟我玩这种游戏。 你小子还倒是真不客气, 鬼喜的确就在这里面, 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有本事你自己找啊。 找到了带走, 找不到正好在这儿陪我一段时间, 我正觉着无聊。 石柱里面的声音传出来, 顿时我一阵哑然, 大爷的莽撞啊。 这货虽然说话不怎么好听, 但似乎并不能得罪。 而且, 要是惹他不高兴了, 他似乎是有能够干掉我的。 嗨嗨, 前辈你被生气, 对了,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是怎么被困在这儿的? 我有没有办法救你啊? 有的话我救你出来, 我们一起出去啊, 该耸的时候还是得耸, 不然到时候找不到鬼血, 这不是白跑了一趟吗? 小子变脸挺快啊。 不过你也不用献殷勤了, 救你还救不了我, 就算你能救我, 我也不能走。 说到最后的时候, 这道声音似乎变得沉重了几分, 听到这句话的我一时间, 却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迟疑了一会儿, 我才继续出声。 那前辈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能够代劳的? 刚说完, 石柱里面的声音便是对着我出声。 那你去把地府一捅啊, 将那些外来的家伙, 全部都赶出去, 能不能帮忙? 听到这个要求, 我差点没气地跳起来, 这家伙, 不是存心在为难我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影, 顿时从眼前的石柱之中飘飞了出来, 落在我的面前, 准确地说是, 悬浮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尊类似于玉玺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通体乌黑的颜色, 但奇怪的是, 这玩意儿上面并没有半点阴邪之气, 就好像这东西, 是一种无比纯净, 神圣的东西一样。 在上面似乎端坐着一尊凶兽, 看起来像麒麟, 但是却是很凶狠的姿态, 并不是祥瑞的样子。 这东西, 是鬼血。 我的脑海中顿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但是我一时间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眼前的东西, 问道, 前辈, 这玩意儿, 就是鬼血。 怎么? 不像吗? 石柱里面的声音传来, 而这个时候, 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东西, 好像是从石柱里面飞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鬼血, 一直都在说话的这个家伙身上。 鬼血是什么? 鬼血的象征, 想到这里, 我暗自吞了一口口水, 看着眼前的这石柱, 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刚刚我好像在和鬼血吵架来的。 刚了两句, 虽然后面认怂了, 但的确是刚了两句。 那傻, 前辈, 我是不是该叫您鬼帝啊? 我看着石柱, 有些苦笑着出声, 这位倒也是真的大气, 竟然不跟我计较。 不过人家一鬼帝, 不计较也是正常的。 根据之前得到的消息, 鬼帝还有十大殿王在四年前同一时间消失, 从此之后, 地府开始大乱, 这个时候的我看了看着石殿之中, 十一根石柱, 而中间, 这根代表着, 风都鬼帝。 那么, 其余的石根呢? 行了, 随便你怎么叫吧? 你小子没事赶紧滚回去, 看看沈万山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你的。 还有, 你应该知道, 你手里面这玩意儿的重要性, 我希望, 别让地府的鬼羞知道它现实了, 让他们继续去找。 石柱里面传来一阵很是无所谓的声音, 这就是鬼帝吗? 不过听说, 当时和风都鬼帝, 还有石殿王一起消失的, 还有入侵地府的那个头头。 那么现在, 那头头儿在什么地方? 鬼帝, 冒昧地问一句, 当初你们对付的那个家伙, 是不是死了? 这个事情很关键, 因为地府可是还有着当初进来的那些势力, 也算是那家伙的势力。 而问完这个问题, 风都鬼帝却并没有再继续说话。 好半天, 他方才继续出声。 看看地下, 他现在应该睡得挺舒服的, 但只要本座还在这儿, 他就别想离开。 说到最后, 风都鬼帝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些冰冷起来, 这使得整个大殿之中, 陡然温度下降了许多。 这个时候, 我深吸一口气, 看了看脚下那个无比巨大的诡异黑色符文, 原来那东西, 竟然是被鬼帝联手石大殿王一起封印在了这下面。 难怪鬼帝和石大殿王都消失了, 因为他们必须要封印这东西。 鬼帝加上石大殿王联手, 竟然只能封印, 只能说明这家伙的强大。 呼, 鬼帝前辈, 要是以后有了能力, 我必定前来助地府一臂之力, 最好是能够将鬼帝前辈放出来。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看着眼前的石柱出声, 封都鬼帝, 这也算是为了整个地府牺牲了自己。 虽然他还没死, 但差不多等于要一直在这个地方镇守, 封印着那个家伙。 你小子有这个心就行了, 你阳间的情况好不到哪儿去。 行了, 没什么事儿, 就带着鬼帝离开吧。 记住我跟你说的, 还有沈万山跟你说的。 就算是在阳间, 也不能让人知道鬼帝的存在。 那些家伙, 在阳间也有人, 而且并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相互联系。 这个时候, 封都鬼帝也对着我交代。 而我心中, 则是掀起一阵惊涛骇浪。 听风都鬼帝这意思, 这股势力, 在阳间竟然也有。 第180章, 往事。 同时, 我心中也在想, 这一群家伙, 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是能够同时间镜透地府, 还有阳间两个事件, 而且还让地府受到重创。 说实话, 阳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恐怕并不是很清楚。 我在阳间的时候, 并没有接触到那些家伙。 虽然阴间的这些家伙, 我也并没有去接触, 但是至少有沈万山, 还有眼前的风都鬼帝都告诉了我很多东西。 前辈放心, 这鬼帝在我的身上, 除非我生死, 不然就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我看着眼前的这十柱子, 出生对着风都鬼帝保证, 我能够感觉到, 风都鬼帝是, 真的很在乎鬼帝, 或者说, 很在乎地府。 要知道, 鬼帝只要不出现, 那么地府就暂时会在这样的紊乱之中稳定下来。 但如果鬼帝现实, 那些家伙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鬼帝弄到手。 到时候, 整个地府恐怕就会被那些家伙给掌控, 这就是风都鬼帝不想看到的情况。 嗯, 既然沈万山能找到你, 我相信, 也是有原因的。 最后, 本座再告诫你一句, 沈万山想必跟你说了鬼帝的很多作用, 你可以使用它, 但你千万别尝试着去收服它, 它会心甘情愿地帮你。 只要你不尝试去收服它, 那么它就不会反抗。 如果一旦你触碰到它的底线, 那么它的反抗, 将是现在的你无法承受的。 你懂吗? 听到风都鬼帝的话, 我重重地点头, 这鬼帝必然有灵, 而且还是鬼帝身边强大的象征, 这种法宝必定是有着自己的傲然。 根据风都鬼帝的意思, 它估计是已经给我摆平了其余的问题。 只要我不尝试将这鬼帝占为己有, 那么鬼帝就能够帮我。 多谢前辈, 还是那句话, 只要我有实力, 定然回来将前辈解救出去。 我对着石柱抱拳, 石柱里面的风都鬼帝也并没有继续多说。 而是让我自己要小心行事。 这个时候, 我看了看四周, 随后跟着问风都鬼帝。 那啥前辈? 你说, 这好歹也是地狱泉水所在之处, 能遇到都不知道是走了多大的运气。 你说我要是不弄点地狱泉水走, 那是不是对不起这次机遇啊? 我善笑着出声, 其实我也不想问的,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自从进入这里面之后, 我便是失去了一切的感觉, 也感觉不到地狱泉水所在的位置。 所以, 就算是我想取, 也不知道该怎么将那些地狱泉水弄到手。 你小子, 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那地狱泉水, 的确对你有用, 但是我得先告诉你, 只能给你为数不多的一些。 听到这话, 我心中一阵疑惑, 这地狱泉水这么多, 我多带一点, 是能怎么定? 随后, 风都鬼帝又告诉我, 说现在他们的情况很不乐观, 因为要镇压封印那个家伙, 所以一同启动了一个上古的阵法。 而这个阵法, 则是需要强大的灵魂力量支撑。 不然, 风都鬼帝也不会选择在这地狱泉水下面隐藏起来, 就因为这个, 其余十殿王都陷入沉睡, 也只有最强的, 风都鬼帝还保持着清醒罢了。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必须要保持, 这地狱泉水中有着足够的灵魂泉水, 以供这大阵的运转。 这个时候, 我算是明白了, 风都鬼帝不让我多取地狱泉水的意思。 我点了点头, 随后告诉, 风都鬼帝, 他看着能给我弄多少, 就给我弄多少。 随后, 风都大得让我取出十个玉瓶出来, 紧跟着十个玉瓶, 瞬间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片刻之后, 又再度出现。 只不过, 这次我隐隐地能够感觉到, 那玉瓶之中, 多了一股让我浑身都无比舒服的力量。 这种舒服, 是发自神魂深处的那种舒服。 我闭上眼睛, 都是忍不出多吸了一口气。 看来沈万山这家伙, 也不是什么都说对了。 他说, 这地狱泉水, 几乎没有鬼羞能够找到。 而身为地狱的主宰, 这风都大地, 似乎就比较容易找到这地狱泉水。 多谢前辈, 如此小子就不多叨扰了。 这地狱泉水弄到手之后, 我心中也算是踏实了, 就开始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而后, 我面前出现一层看似透明的障碍物, 风都大地说, 这个阵法处于自我保护的状态。 所以, 让我将眼前这层能量罩击破, 我们就能够离开这十殿之中。 而除去之后, 这阵法又会自动地修复这防御罩。 我没有犹豫, 手中问天剑出现, 而后便是准备朝着面前的能量罩一剑斩下去。 小子, 住手! 而就在我刚准备动手的瞬间, 突然一声炸鹤声传出, 这弄得我手中的动作一顿, 随后更是有些不明所以地转过头, 看向身后。 正是中间的那根石柱, 刚刚那声音就是风都大地传来的, 他这是想干嘛? 而且, 我感觉到这风都大地的口吻之中, 带着一种说不出表不明的情绪, 震惊, 骇然, 还是难以置信, 或者疑惑, 前辈,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能暂时放下手中的问天剑, 对着风都大地询问。 此刻的我则是感觉到, 一股能量竟然瞬间将问天剑包裹, 我心中一愣, 随后这股力量消失, 而风都大地的声音也紧跟着传出, 小子, 你这剑, 叫什么名字? 是谁给你的? 好半天的时间, 风都大地方才是出声对着我询问, 闻言的我看了看手中的问天剑。 前辈, 这剑名为问天, 乃是一位老前辈, 机缘巧合之下给我的。 听到我的解释之后, 风都鬼地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个时候的风都大的, 竟然是开始狂笑了起来。 好, 很好, 问天, 问天, 小子, 你之前说的话本做当真了, 你可千万要记住, 等你实力够了, 就来就本做出去, 妈得个蛋, 老子终于有救了。 听到风都鬼地这一连串, 有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我心中泽水无比的疑惑, 这货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看到问天之后, 情绪好像变得有些不对劲了呢? 而且之前我说要救他, 这风都鬼地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 他绝对我肯定是做不到, 所以才那么委婉。 现在, 他竟然这么的兴奋。 小子, 赶紧走吧, 记住你所说的话就行。 这个时候, 风都鬼地似乎懒得在和我废话, 文言的我也只好转身, 带着夜音准备离开。 而眼前的这光照, 则是在我的连续攻击之下, 终于破碎而开。 就在我带着夜音和小白, 离开这十殿之后, 一道虚影出现在石柱旁边, 微眯着眼睛, 看向那正在自我修复的阵法光照。 我就说, 那丫头身上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难怪了, 看来就是他没有错了。 风都城内, 这一座大殿乃是风都大地的住所, 平日里也就只有地府之中少有的几个鬼羞能够见到风都鬼地。 而此刻, 一间屋里里面却端坐着两名男子。 一名中年, 浑身鬼气雄厚无比, 一脸之上戴着无尽威严, 不怒自威。 另一边, 则是一名身穿白袍的青年, 他面容清秀,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无比淡然,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般。 此刻的他, 正在提着茶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一口茶饮尽之后, 这青年方才抬起头, 朝着风都鬼地看去。 怎么? 找我有事? 听到这话, 风都大地脸上也是变得有些苦涩起来。 随后, 他还是走到青年对面端坐下来, 出声说道, 那, 这事我跟你说了, 你先别激动。 听到这句话, 青年一双眸子里面闪过一抹金光, 只不过在一瞬间的时间, 这金光便是消散的一干二净, 随后他依旧淡然地出声。 你说, 虽然语气看起来有些淡然, 但是看得出来, 他整个人脸上已经多了一抹担忧。 你交代的那些事情, 我都办差不多了, 包括你爷爷的魂魄, 我也能让他转世投胎。 但是那个失修是个问题, 本身他就是一个失修, 而且还已经到了天魁巅峰, 甚至隐隐有着跨出那一步的意思, 超出六道之外, 浑尸一体。 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曝, 想要让他神魂再聚, 难, 很难。 一口气将自己的话说完之后, 风都鬼帝有些担忧地看着面前的青年, 说实话, 他好歹堂堂一鬼帝,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竟然要面对一个人, 这一般小心翼翼。 不管是在阳间还是地府, 恐怕也就只要这个家伙了。 青年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 停顿在空中, 好半天的时间都是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他端着茶杯的手放下, 并没有去喝这口茶, 而是看向了面前的风都鬼帝, 直接出声。 直接告诉我办法, 既然你找到我, 那就应该并不是没有办法。 你也说了, 只是很难。 青年说完之后, 整个人眼神之中, 都是闪过了一抹难以言语的坚决之色。 这个时候, 风都鬼帝深吸了一口气。 我有一种禁忌之术, 但是施展这种禁术的人, 会消耗近万年的寿元。 寿元? 万年? 要知道一个普通人的寿元, 也不过才百岁左右。 而且还很少人能够到百岁。 但是, 风都大帝既然提出这个问题, 便是知道, 因为这个条件, 只有眼前这个家伙, 能够达到。 因为他修为超脱这片天地, 寿元, 正好万年有余。 秘书给我, 告诉我该怎么做。 然而, 就在风都鬼帝话音落下的瞬间, 男子几乎没有半点犹豫, 整个人直接出声,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对面的风都鬼帝。 你不考虑一下? 风都鬼帝迟疑了片刻, 最终还是对着男子询问道。 文言的男子淡淡一笑, 看着风都鬼帝出声, 这个, 还需要考虑吗? 风都, 我建议你有时间真应该去阳间走走, 看看那些热恋之中的男女。 如果说, 他真的不能神魂再聚, 那我纵然有着数十万年的寿元, 那又有何用? 随着青年话音落下, 整个房间之中, 都是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第181章, 蛟龙, 风都也陷入了沉默之中, 好半天的时间, 风都才是对着眼前的青年出生。 你可要知道, 你要是用了这禁术, 那么你的寿元, 恐怕就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你现在虽然超出了这方世界的极限, 但是要是无法在寿元期限之内再有突破, 增加寿元, 你会死的。 风都虽然觉得, 这一切青年都知道, 但最终还是忍不住出生。 听到这句话的青年淡淡一笑, 将刚刚并没有喝的茶水一饮而尽。 那我就等着他, 到时候再尽有的寿元陪着他。 风都, 有句话叫即时行乐, 你懂吗? 行了, 你就别说废话了, 我还没那么容易死, 我可不想下来看你的脸色。 说完这句话, 青年并不再继续出生, 而此刻的风都鬼弟也是知道, 眼前这家伙既然做出的决定, 那自然是没有办法再去改变了。 他无奈地摇头, 本来他还指望被眼前这货多照这几年呢。 现在这货刚刚突破这方世界, 就这么作死,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是能怎么办? 他又不能阻止, 还不能拒绝这个家伙。 这家伙一家人都是疯子, 他算是很明白的。 就为了一个女人, 疯都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想到这些往事, 石柱旁的虚影嘴角, 也是微微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 你这家伙,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你啊。 女人是你的羁绊, 想必也是你无法真正放下的一切。 所以我相信, 你可真没那么容易死。 淡淡的声音在这石垫之中传开, 最终, 风都鬼地的身影一闪而逝, 消失在这石垫之中, 整个石垫再度陷入了一阵沉寂之中。 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般。 破开那能量罩之后, 我的眼前微微一花。 当我再度出现的时候, 我发现我, 竟然到了之前所在的湖底, 看着下面的一个黑色漩涡。 这地方, 就是地狱泉水吗? 而这个时候, 这黑色漩涡竟然开始快速地旋转, 最后不断地移动, 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看到这一幕的我, 张了张嘴。 跑了? 这地狱泉水, 还真的是会到处移动位置, 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这下, 我也不知道, 下次能不能见到地狱泉水, 再次遇见, 又会是什么时候。 但我相信, 这绝对不会是我和地狱泉水最后一次见面, 我可是答应了风都鬼地, 等我实力足够之后, 我就回来救她的。 想到这里的我, 拳头微微紧握, 随后我看向身边的夜莺, 走吧。 等我们回去见一面沈万山, 就离开这地府, 我可是很想念上面的饭菜了。 现在鬼喜到手, 能够离开这地府返回阳间, 已经算是定局了。 虽然说这段时间有壁骨丹, 但是人, 食色性也, 我还是很想念吃东西的感觉。 夜莺对着我点了点头, 我们开始朝着上面掠去, 而随着我们朝着上面不断地逼近, 我的心中也是微微一惊, 我从这湖水里面, 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气息。 这股气息很明显, 而且也让我很明白, 这竟然是那血腥味。 怎么回事啊? 这湖水里面, 怎么会有血腥味呢? 我心中一阵疑惑, 随后, 我猛然反应过来, 看向上面, 或许是因为经过湖水的稀释, 现在已经看不到那么明显的鲜血颜色, 但是这血腥味是真的。 难道说, 这是因为那蛟龙和上面的鬼羞战斗所造成的吗? 鬼羞是没有鲜血的。 那么现在这些血腥味, 也就证明了, 是蛟龙的。 难道说, 那蛟龙在战斗之中, 占据了下风。 受伤了? 这下, 我不由第一时间想起来, 之前小白跟我说的, 说什么蛟龙身上全部都是好东西, 简直是不要太有作用。 而现在我也感觉到, 心中有些悸动起来。 小白, 将我和叶音的气息, 全部隐匿起来。 这个时候的我也是不由出声, 对着小白吩咐道。 而我在说完之后, 小白也是瞬间, 将我们笼罩在其中。 随后, 小白还在我脑海之中回话, 嘿嘿, 我就知道, 你经不住诱惑。 那蛟龙身上, 真的是一身的好东西。 要是能够搞定它, 绝对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啊。 现在的我感觉到小白这货, 似乎早就料到, 我会答应他一样。 而且, 小白的声音之中, 也是带着一阵阵渴望。 他明显也是很希望我将蛟龙搞定。 这让我很是疑惑, 这家伙, 到底是需要蛟龙身上的什么东西? 难道就是一颗内丹吗? 妖兽内丹对小白有着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感觉到, 小白的目的并不是这么简单。 等事后一定要问问这个家伙, 到底是想要干嘛? 毕竟我做了苦力, 你至少是要让我知道你的目的是吧。 随着我们不断地朝着上面逼近, 顿时间, 我便是感受到了一股无比狂暴的气息, 从上面传来。 我知道, 我们距离那蛟龙的洞幅, 也是越来越近了。 我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 都是变得有些快速起来。 那可是相当于鬼皇级别的妖兽啊。 太清静的妖兽啊。 说实话, 现在就是上清静, 我都够呛。 所以, 为什么我会这么激动呢? 天助我们, 天助我们, 这家伙受伤了。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很乱。 激动不已的声音, 从小白哪传来, 我看了一眼怀中的家伙。 这下小白直接一下子, 跳到我的肩膀上, 然后浑身毛发都是微微竖起, 一双眼睛, 更是散发着绿油油的光芒。 这家伙很少看到他这么精神抖擞的样子, 很明显, 他是想要搞定那蛟龙。 就要靠近了, 小心。 看着头顶不远的洞幅, 我心中微微一紧。 然后看着身边的叶音和小白再度出声, 就在我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声怒吼, 陡然间在这水里面响起。 吼! 这声音之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怒, 里面更是有着一股无比浓郁的杀气。 随着这吼声传出的瞬间, 我心中咯噔一声, 大爷的, 被发现了。 我心中无比的惊骇, 没想到这蛟龙竟然这么的敏感, 现在的我们这么小心。 而且, 小白一只都隐蔽着, 还是这么快就发现了。 随后, 小白也是出声, 对着我解释道, 这家伙现在受伤了, 警惕心肯定是平时的数倍。 而且, 这地方是他的地盘, 在水里面, 感知力肯定也会强大很多, 不过我们三倍一定能搞定他。 小白的声音显得很激动, 他似乎是很想搞定这蛟龙。 这个时候, 一条无比巨大的身躯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看到眼前的这条大蛇, 只不过这大蛇真的很大, 水桶。 现在的我知道, 说什么水桶一样粗的蛇, 真的不是在吹牛逼。 那是真的。 我现在就看到了, 这家伙浑身的鳞片乌黑法阵寒光, 只不过在好几个地方, 都有着烟红的鲜血流淌出来。 看样子是真的受窗了。 而且在这大蛇的腹部, 我看到了有几个凸起的地方。 他的头顶也是盯着一个乌黑的脚。 蛇龙, 这已经不是蟒蛇了, 而是真正的蛇龙, 看着腹部的凸起。 只要这四个地方变成爪子, 那么这家伙就不是蛇龙那么简单, 而是真正的龙。 好, 混账的鬼羞, 竟然还潜伏在本尊洞府之下, 我要你们神魂俱灭。 那蛇龙在这个时候, 竟然开口说话了, 声音无比的愤怒。 而且一双巨大的眼睛里埋进, 都是有着无数的愤怒和杀气弥漫出, 感受到这股气息的瞬间。 我整个人便是感觉到我的身上, 仿佛是有着一座巨大的山峰死死地压着我一样, 让我整个人都是有着一种无法喘气的感觉。 这就是太清静的实力吗? 果然, 真的不是一般的强大。 这种实力, 就算是受伤了, 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实力能够惹得起的。 而现在, 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逃走。 因为这家伙真的太强大了, 就算是加上夜阴和小白, 我们恐怕都隔壁就不是这个家伙的对手。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没有必要继续和他僵持下去, 逃命要紧。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我则是看到, 一条巨大的蛇尾, 直接朝着我们横扫了过来。 而且水中的水波涌动, 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朝着我这边笼罩过来。 这东西, 下手真不是一般的快, 简直就不给我反应的机会一样。 而此刻的我, 整个人心中一沉, 逃不掉了。 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我整个人猛然醒悟过来, 我似乎是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第182章, 镇压。 我不是刚刚得到了鬼洗吗? 而这鬼洗, 似乎最大的一个功效, 就是, 那就在催动之后, 会对对手有一个绝对性的压制, 但是前提是, 对方修炼的乃是阴邪之气。 而这蛟龙, 虽然并不是鬼修, 但是它吸收的却是阴煞之气。 所以这样说来, 我手中的这鬼洗, 对于这蛟龙, 似乎也是有着压制性。 想到这里, 我在一瞬间的时间, 将鬼洗祭出, 体内的气息, 开始不断地朝着鬼洗之中灌输了进去。 顿时间, 鬼洗之上, 一尊黑色的麒麟, 猛然浮下出, 朝着眼前怒吼一声。 与此同时, 那股鸭朵喘不过气的气息, 也是跟着开始减弱。 慢慢地, 这股气息, 竟然是直接降到了鬼王境界。 虽然说还是鬼王后期, 但是完全压制了一个大境界。 这已经对于我们来说, 有着绝对的优势。 更何况, 这家伙还是受创的状态。 混账的小子, 你这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能压制本座的修为? 就在鬼洗祭出的瞬间, 蛟龙自然是也在第一时间, 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修为出现的意外。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整个身躯猛然开始暴退, 甚至没有将最后的那一道攻击落下。 而此刻的, 我还震惊在眼前的这一幕当中, 看着我面前悬浮着的鬼洗, 我心中也是狂喜。 好家伙, 果然是好东西啊! 小白, 干它! 随后, 我看着身边的小白, 低喝一声, 小白无比兴奋地发出一声猫叫。 整个身躯也是瞬间的时间暴力而出, 我看到小白整个身子也是被无比浓郁的阴煞之气所包裹。 而夜音的身形也在瞬间的时候消失在原地, 场中, 隐约之间可以看到一道血红色的虚影浮现一般, 正是夜音将自己的身法摧发到了极致。 这种时候, 我虽然说没有办法对这家伙造成危险, 但是骚扰一下他还是完全可以的。 我的身形朝着天空之上掠出, 顿时间, 我手中便是有着数张鬼王印符朝着这家伙砸落了下去。 一道道攻击轰击在他的身上, 使得那蛟龙庞大的身躯竟然是开始不断地扭动, 发出阵阵怒吼的声音。 而且, 我是看准了地方, 全部都轰击在蛟龙受伤的那些伤口上面。 这使得蛟龙的体内不断地有着鲜血流淌出来, 发出阵阵哀嚎之声。 小子, 我定要杀了你。 蛟龙血盆大口张合, 发出阵阵充满杀气的声音。 对此, 我却是没有半点的理会, 看着这个大家伙发出一声冷笑, 道, 那也得等你能活下来再说。 这蛟龙性格果然暴躁无比, 在发现我们的第一时间, 既然不问缘由, 就选择了下杀手。 说时候, 之前的时候, 我是想过, 要查探一下这蛟龙是什么情况。 但是在感觉到这家伙身上的气息依旧恐怖之后, 我便是已经打了退走的算盘。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根本就不给我们退走的机会。 既然这样, 那就顺便将他的内单也弄出来, 正好给小白补补身子。 想到这里, 我手中的问天剑再度斩出一道剑钢。 而这道剑钢则是灌注了我全身的力气。 现在这家伙受伤严重, 所以, 就算是我的这一道攻击, 他恐怕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只见这蛟龙的尾巴瞬间甩飞过来, 将那道剑钢撞碎。 只不过我却看到, 在他的尾巴上, 都是有着一道浅白的痕迹浮现, 更甚至还有一抹血痕浮现出来。 这个之后, 我看到小白的身躯竟然已经到了那蛟龙的腹部位置, 对着某个位置便是一爪子抓了过去。 别看小白现在就是一只猫, 这是一只很危险的猫, 这家伙本身就是变异的品种, 而且现在又有着上清静中漆的实力, 他的这一击似乎正好是这蛟龙的七寸。 因为这蛟龙并没有杜截成龙, 准确地说还只是大蛇, 所以他的七寸终究是他的弱点。 一击落下, 小白的爪子竟然直接破开了腹部的防御, 一只爪子猛然穿透进入大蛇的体内。 与此同时, 雪光在空中乍现, 直接逼近蛟龙的下额处,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叶英。 我知道是叶英出手, 叶英的实力很强悍, 现在的蛟龙实力直接被压制了一个大等级, 我倒是并不担心叶英给他抓住。 不过, 就算是这家伙实力被压制, 但是他的防御却是依旧存在的, 所以我并不知道现在的叶英能否轻易地破开这家伙身上的防御。 破! 下一瞬间, 一声有些低沉的闷响声传出, 紧跟着是那蛟龙无比吃痛的哀嚎之声, 我看到一道血剑猛然间自蛟龙的下额处飙射了出来。 与此同时, 叶英的身形直接倒飞出来, 那蛟龙的身躯不断地摆动, 现在的他只是在不断地发出阵阵怒吼的声音, 小白的身形很快, 快到我也只能看到小白的一道残影。 这家伙, 速度竟然这么快? 我倒是没有想到, 小白的速度竟然快到了这种程度, 就算是上清静巅峰的速度, 也不过如此而已。 甚至小白的速度, 隐隐有着超过的感觉。 蛇的速度很快了, 但是根据科学研究, 猫的反应和速度, 是蛇的七倍有余, 这虽然只是科学的研究, 但是也不是不准确。 而且, 小白还是一只变异能修炼的猫, 这就有点让人头疼了。 好在的是, 当初遇到小白的时候, 这家伙修为反而损失了几十年, 不然, 我是没有办法收服它了。 我控制着鬼戏在上面, 一直都死死地压制着蛇龙的修为。 而我看到, 小白和叶鹰的身影, 不断地在水中闪现而过。 虽然是在水下, 但彻底将修为爆发, 水的阻力就能够减少到最低。 我注意到, 那蛇龙的动作, 似乎已经开始变得迟缓起来。 这个时候, 中间的水, 几乎都被鲜血浸染。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蛇龙的声音, 也越发地虚弱起来。 最主要的是, 这家伙在本来就受伤的情况之下, 竟然被小白破开了七寸, 还有下额这种致命的地方, 也被叶鹰伤到, 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当蛇龙的身躯, 终于开始朝着水底下坠而去, 身上的声机, 也跟着开始消散。 与此同时, 小白焦急的声音, 也顿时间传出。 快, 快收起来, 给他止血, 不能浪费啊, 都是好东西。 听到小白的话, 我顿时一阵无语, 这家伙,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还是快速地取出了一枚最大的那戒, 这那戒是沈万山给我的, 比我身上所有搜刮到的那戒都要大。 足足有着好几个足球场, 那么宽阔的空间, 装下这条蛇龙, 都完全是绰绰有余了。 快速地, 将这蛇龙的尸体收好, 小白让我赶紧, 封住蛇龙的伤口, 还有别让他的龙魂逃走。 我连忙问小白,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白看了我一眼, 说, 如果我手中的问天剑剑灵, 是需要吸收剑灵类的东西, 来弥补自己。 那么这龙魂绝对就是大捕之物, 准确地说, 不能算龙魂, 因为这只是一条蛇龙, 成了惊的大蛇罢了。 说到这里, 我连忙给蛇龙的周身, 布置了一些符文, 让这蛇龙的龙魂, 根本就没有办法逃顿。 甚至, 我随时注意, 这那戒之中的情况。 这龙魂要是有什么动静, 我会在第一时间有所发现。 做完了这一切, 我们又钻进了这蛇龙的洞府之中, 查探了一下。 洞府里面, 还真的有着不少的好东西。 最好的就是, 我在洞府的蛇龙里面, 看到了一种透明的圆珠子。 看到这珠子的瞬间, 我整个人都是大喜。 好家伙, 这蛇龙的洞府里面, 竟然还有极品的鹰气珠。 虽然只有少数了几十枚, 但是这一枚极品的鹰气珠, 可是相当于一百上品鹰气珠。 这玩意儿, 我直接交给叶鹰。 因为这东西, 只有他和小白能够用。 而小白要用的, 我身上有不少上品的鹰气珠。 这都是万事商会给我的。 反正就算是回到洋间, 也是足够小白和叶鹰, 用很长的时间了。 将这蛇龙的洞府收刮干净之后, 我们快速离开这个地方。 而这次, 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 因为原来的路线返回, 肯定是又到了之前的那个地下空间, 然后进入那断魂渊里面了。 跟着这蛇龙的洞府, 朝着上面不断地移动, 很快的时间, 我们就出现在了一片巨大的湖面之上。 这湖泊很大, 但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距离岸边还不算远。 快速靠岸之中, 我看到了一片巨大的峡谷。 这不就是之前我们所看到的那峡谷吗? 原来经过峡谷之后, 就是这一大片湖泊, 湖泊里面就是蛟龙的洞府。 而在峡谷的下面, 我看到了大片的战斗痕迹。 看来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大战, 肯定就是那些家伙和蛟龙发生的大战。 到了峡谷边, 我们并没有着急着出去。 我先是让小白出去看一下外面的那些鬼修走了没有。 要知道, 看到我们还活着的话, 恐怕又要遭到冯家那些家伙的围攻。 要说现在的我们, 要是再一次遇到那冯德伦, 我肯定会拼命跟他干一场。 毕竟现在的我, 手中有着鬼戏, 能够压制那冯德伦一个境界。 而在压制了冯德伦之后, 叶英和小白就能够和冯德伦一战了。 片刻之后, 小白回来告诉我, 说断魂渊旁边的那些帐篷全部都搬走了。 看来那些争夺阴灵谷的家伙都全部撤出了这段魂渊。 听到小白的话, 我心中方才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样就好。 我们一同离开这段魂渊, 然后就准备离开, 返回摩塔镇, 甚至到了摩塔镇, 我也不准备耽搁。 因为我要尽快地回到罗玉成, 见过沈万山之后, 我就要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有小白的帮助, 我们开始快速地避开一些危险。 然而, 路上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别人。 小子, 站住, 我看你有点眼熟, 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路上, 有几道身影拦住我们的去路。 第183章, 被发现了。 看着眼前的这几道身影, 我的眉头一皱。 随后我看到这几个鬼秀衣服上的图案, 鬼剑宗的。 之前我杀过几个鬼剑宗的弟子, 但是我可以保证, 绝对没有别的鬼秀看到, 我们杀了鬼剑宗的弟子。 这几个家伙, 难道发现了什么? 还是说, 鬼剑宗的弟子, 根本就是这个德性。 我看你是认错了,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几位。 要是没事的话, 就告辞了。 淡淡的声音从我的口中传出, 我现在赶时间, 所以没有必要的话, 也不会和这些家伙, 在这个地方浪费时间。 然而, 我又错了。 因为有着什么样的宗门, 就能交出什么样的弟子。 这鬼剑宗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子, 你这是跟我说话的态度吗? 你这是, 在对鬼剑宗不敬? 既然如此, 那我就好好教训一下你。 冰冷的声音, 从那家伙的口中传出, 很显然, 从一开始, 他就决定了要动手。 虽然他知道, 能够进入这鬼王林的, 都不是一般人, 但是眼前这几个鬼剑宗的弟子, 显然也不是一般的弟子。 就连实力最弱的那个, 都是煞鬼巅峰。 而其余的三个鬼修, 实力竟然都是鬼王境界。 为首说话的那个家伙, 赫然便是鬼王中期的实力。 这几人在鬼剑宗的身份地位, 肯定是不低。 而且实力也是不俗, 不然也不敢这么的嚣张。 遇到我和叶英, 竟然直接选择了动手。 你们鬼剑宗, 都是这种狗性子吗? 看到人比你们少, 就想要打劫。 这个时候, 我心中也是泛起一抹冷意, 这个家伙, 显然就是没有打算放过我们的意思。 那么现在, 我也没有必要和他们客气。 说白了, 看到我越是忍让, 他们就会更加地嚣张, 认为我是怕了他们。 小子, 听你的话, 你似乎还遇到过我鬼剑宗的弟子。 没错, 我们鬼剑宗的师门一直都告诉我们, 修行, 不能只靠自己, 在外历练, 眼光要放得精准, 该抢的, 就一定要抢。 既然你遇到我们鬼剑宗的弟子, 而你们又好好的出现在这儿, 那我可以保证, 我们有师弟被你们杀了。 因为我们鬼剑宗的弟子出手, 一般都会杀人灭口。 那男子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整个人眼神之中, 也变得愈发冰冷起来。 这个时候, 在为首的男子身后, 一名鬼羞舔了舔嘴唇。 云师兄, 赶紧动手吧, 我看男妞儿不错, 虽然戴着面纱, 但是这种气质, 绝对是上品货色。 这家伙说话的时候,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夜阴所在的位置, 与此同时, 眼神之中, 更是有着那令人恶心的神色散发出来。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的眼神也是一阵冰冷。 下一刻, 我感觉到身边夜阴身形, 便是瞬间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我也冷冷出声。 小白, 杀了那个家伙。 说话的时候, 我的手也是指着对面刚刚说话的那个鬼羞。 就在夜阴动手的瞬间, 为首的那云师兄, 整个人也是猛然掠出, 瞬间和夜阴碰撞在一起, 但是就在一击碰撞的刹那, 那云师兄的身形, 便是猛然到飞出去。 这云师兄的实力, 虽然到了鬼王中期, 但显然是刚刚突破的那种。 对上夜阴, 恐怕还有些差距, 不是我说, 恐怕就连小白, 都有着快速击杀他的实力。 不好, 点子太硬。 那云师兄也是个果断人, 身形一闪, 便是准备逃走。 然而, 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让这些家伙逃脱? 之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他们动手, 一般会选择杀人灭口。 而要是这样的情报, 让他们逃走的话, 那么我们, 恐怕就会暴露。 到时候鬼剑中的人来找我们报复, 冯家岂不是也就知道。 所以, 这种麻烦, 不能出现。 我的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那云师兄准备逃跑的面前, 身上的气息, 也跟着散发而出。 感受到我的气息, 云师兄嘴角泛起冷笑。 小子, 就凭你这煞鬼后期的实力, 也想拦着我。 找死? 现在的我, 自然已经将体内的气息, 同化成为了血煞之气, 面不改色地看着面前的这云师兄, 朝着我靠近过来。 而我单手一翻, 一尊浑身乌黑的鬼喜, 出现在我的手中, 上面一阵阵气息散发而出。 云师兄的脸色大变, 他整个人惊恐地看着我。 怎么可能? 我的境界? 很显然, 现在眼前的这云师兄, 已经不是鬼王。 而是一个鬼煞。 下一瞬, 我身形消失在原地, 手中的长剑, 犹如如闪电般刺出。 认得吗? 这是你鬼剑中的滴水剑。 我淡淡出生, 眼前的云师兄眼睛瞪大, 但是却没有声音发出, 因为长剑已经彻底地将他的喉咙穿透。 而这云师兄的身影也是在这个时候缓缓消散而去。 当我目光转移到另一边, 只见本来四个鬼修, 现在已经只有一个还在站着, 只不过他的身形不断后退。 你们不能杀我, 我鬼剑中的长老就在附近, 刚刚云师兄让撤退的时候, 我就已经传信。 这鬼剑中最后一名弟子, 面色猙獰的出生。 这种时候, 在最后的关头, 他自然是想要为自己保命。 然而, 不管他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我都不会放过他。 杀了! 我对着小白喝道, 因为此刻的小白正好就在他的前面。 然而, 就在小白身形朝着那鬼剑中弟子掠去的瞬间, 一股气息也瞬间朝着这边笼罩过来, 随后是一声爆喝的声音。 混账! 好大的胆子! 竟敢公然击杀我鬼剑中的弟子! 这怒喝声传出的瞬间, 我便是看到森林之中, 一道气息快速朝着我们逼近而来, 速度奇快无比, 几乎在瞬间的时间, 就到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名灰袍老者, 他的背后, 背着一柄长剑, 而他面容枯瘦, 一双眼睛深陷进去, 看起来有些鬼羞。 此刻的他, 到了那鬼剑中弟子身边, 一双眼睛里面充满了阴影, 看向我们所在的位置。 七长老, 就是这两个家伙, 还有那只猫? 他们刚刚杀了云师兄, 还有两位师弟。 这家伙看到老者前来, 整个人如同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的兴奋, 直接到了那老者的身边。 此刻的老者, 也不看那鬼剑中的弟子, 因为他到来, 不用询问原因。 只需要保护鬼剑中的弟子, 同时杀了其余的人就行。 好大的胆子, 今日老夫就要看看,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冰冷的声音, 从这老者的口中传出, 顿时间, 他一步步朝着我们走过来。 而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也是一冷, 果不其然, 这鬼剑中的实力比冯家要强悍很多。 就是随便出来一个七长老, 都有着鬼王巅峰的实力。 而当初冯家的那几个长老, 也不过只有鬼王中七左右。 怎么? 你就不问一下, 是什么原因吗? 我看着面前的这老者, 手中的问天剑开始轻微地颤抖。 而此刻的我, 目光则是落在老者背后的那柄长剑之上。 我感觉到问天剑需要那柄长剑。 这家伙既然是长老级别的人物, 那么配剑自然肯定也是比那些弟子要好很多。 这柄长剑肯定有着不凡之处, 不然问天剑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管是什么原因, 现在我鬼剑中的弟子死了三个, 不是吗? 这种债务, 只能用命来偿还。 然而, 这老家伙似乎根本就不给我们多说话的机会。 他身上的气息瞬间爆发而出, 随后整个人朝着我们这边暴掠过来。 与此同时, 我手中的鬼喜再度祭出。 这个时候, 夜阴也无比配合地 直接朝着面前的这老家伙暴略而去。 下一刻, 这鬼剑中七长老的神色大变, 他无比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 因为夜阴一击, 竟然直接将他的一条手臂切断。 而此刻, 那鬼剑中的弟子则是惊呼出声。 七长老, 救我! 因为小白没有参与战斗, 就是先解决掉那个碍事的家伙。 要不是他通风报信, 现在也不会引来这个老家伙了。 但是此刻的这七长老, 根本就是自身难保, 怎么还有时间救他?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东西? 鬼喜? 传说中的鬼喜? 老者脸上无比惊恐。 下一刻, 他的目光瞬间落在我手中的鬼喜上面, 竟然道出了鬼喜的来历。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心中杀气生疼, 他不能活。 快! 杀了他! 我连忙低贺出声, 小白也是猛然截断这家伙的退路。 第184章 追杀 小白的身形犹如闪电般出现在这七长老的面前。 现在的七长老实力被压制, 根本不是小白的义合之敌。 随着这七长老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我暗自松了一大口气。 还好, 要是让这个家伙逃走的话, 恐怕事情就大调了。 鬼喜在我身上的消息不能泄露出去, 这家伙是鬼剑中的长老, 看来见识还比较多广, 竟然在短时间之内就将鬼喜认了出来。 其实真正见过鬼喜的鬼羞恐怕少之又少, 但是鬼喜的名头实在是太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几乎很多人都隐约地知道鬼喜的一些功能。 这七长老也只是猜测到我手中的就是鬼喜罢了, 但就算只是猜测, 这种消息也不能传出。 要知道, 现在这个风口, 就算只是一个疑似鬼喜的东西出现, 恐怕都能让整个地府乱套。 更别说我手中的这个东西, 乃是真正的鬼喜。 一把收起了这鬼剑宗长老的那戒, 还有那柄长剑, 我带着夜莺和小白快速地离开这个地方, 看来就算是进入摩塔镇, 也不能随意就这么明目张胆地进去了。 中途我做了两个斗篷, 我和夜莺也利用斗篷掩盖了样貌, 夜莺身上也多了一件黑袍, 让人看不清样子, 很快, 我们进入摩塔镇, 根本没有时间耽搁, 就准备利用传送镇离开。 小子, 我说了, 让你走了吗? 一声充满讥讽的声音冲旁侧传来, 随后便是传出一道声音。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这道声音之中夹杂了怒不敢言, 还有一抹无奈。 而听到这声音的, 我却是在瞬间听出来, 这是万计那家伙的声音。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前段时间, 有人在摩塔镇看到你和杀三少爷的那两人走在一起, 你是不是他们的同伙? 说话的这家伙, 乃是一名二十好几的青年鬼修。 此刻这家伙, 脸上带着一阵阴冷, 一双眼睛盯着万计, 仿佛吃定他的样子。 而在男子的身后, 则是站着一名女子。 这女子我认识, 赫然便是之前在万计房间见过的, 那两个鬼修女子其中之一。 其实当时的我也知道, 这应该是, 万计花费英气朱赵老的乐子, 所以并没有理会。 而现在看来, 很大的可能是这个女人出卖了万计。 因为当时这个女人, 的确是见过我和叶英, 最主要的是, 就连万计看着那女子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一阵怨毒。 我跟你说了, 我的确和江兄夫妇相识, 但我并不知道他杀了冯家三少的事情。 再说了, 就算江兄夫妇杀了你们三少爷, 我也并没有参与。 现在, 他们已经死在你们冯家手中, 你们到底还想怎么样? 万计压抑着心中的愤怒, 对着那青年怒吼出声。 万计这番话重归重矩, 并没有避开与我的相识, 也不将自己掺和进去。 而他也的确不知道我击杀了冯家三少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 你没有参与其中? 现在把那戒交给我, 然后回冯家接受调查。 青年却丝毫不在意万计的话, 冷哼出声。 而这青年之所以一直都没有动手, 就是因为他的实力和万计差不多, 都是在鬼王初期。 而这样的情况, 之下出手。 这青年估计是不敢保证能够将万计搞定。 这样的情况, 要是被万计反扑了, 那法是不划算的。 所以, 他只能借助冯家的威势。 还真是狗一样的东西。 看来江兄杀了你冯家的三少爷, 是很正确的选择。 你冯家, 想必都是如你这般的败类罢了。 今天恐怕我是想走都走不掉了, 要不我们看看, 是你死, 还是我死。 万计这家伙, 能够在地府之中混迹多年, 实力虽然不算强悍, 但是绝对是老油条的存在。 刚开始的时候, 万计还抱着一丝侥幸, 但现在, 他知道, 自己是逃不掉了。 眼前的这家伙, 明显就是想要抢夺他的那戒, 然后杀人灭口。 而什么认识我之类的话, 也只是这家伙, 能够光明正大动手的借口罢了。 混账, 竟然出言侮辱我冯家。 不过, 你说得不错, 你走不掉了, 不够想要我和拼命。 要是你在之前动手, 那也就罢了。 但是现在, 迟了。 就在这冯家的青年话音落下的瞬间, 顿时间, 我便是看到, 远处有着几道身影, 快速地朝着这边掠来。 看样子, 这青年在之前就已经悄悄地发送了信号, 让冯家其余的人过来支援。 毕竟一名鬼王的那戒, 应该还是有着不少的好东西的, 杀人越货。 这在摩塔镇, 可是很常见的事情, 更何况这些家伙, 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要你死! 万计此刻身上的阴煞之气爆发, 身形如同一头猎豹一般, 朝着前面暴掠而去。 与此同时, 那青年冷笑一声, 身形后退, 现在的万计, 明显是要准备拼命, 他自然是不可能跟着万计去拼。 随着万计身形逼近, 那青年已经暴退出去很远。 然而, 此刻万计的攻击, 却直接转向之前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那女子。 你…… 那女子瞪大眼睛, 似乎并没有想到, 万计竟然是在这一瞬间, 直接对着他下杀手。 妈的! 你这个婊子, 老子没付钱吗? 你还要出卖我? 一击将那女子击杀之后, 万计的面容变得有些猙獰。 说实话, 这种情况下的万计, 肯定是对这女子, 有着很大的怨恨。 要不是他暴露, 万计怎么可能被这冯家的, 青年缠上? 现在说这些, 也只是后话。 唯一改变不了的是, 万计已经身处在死局之中, 想要杀那冯家青年的可能性太小, 如此就只能杀了出卖自己的这个女人。 围住他! 此刻, 青年的脸色并没有任何的波动, 那个封尘女子的死, 和他没有半点的关系, 他只不过是想要那鬼王的那结罢了。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从女子的口中, 他还得知了, 这鬼王身上有不少的阴气珠, 出手相当的阔绰。 阴气珠这玩意儿, 可是鬼修修炼的根本, 自然是越多越好。 身边有着好几道声音瞬间出现, 将万计的身形围在中间, 冯家又来了三个鬼修, 而且, 这三个鬼修的实力, 都在鬼王境界。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万计几乎时候死路一条。 嘿嘿, 我看你今天还要往哪儿跑? 看到帮手抵达, 那青年的脸上, 也是浮现出一抹得意。 随着这青年话音落下的瞬间, 四人的身形, 几乎在第一时间暴略而出。 死人身形, 直接朝着中间的万计暴略而去。 就在这一刻, 我嘀喝一声, 动手。 话音落下, 我身边的夜音, 整个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不管怎么说, 万计这家伙, 和我还算是有点交情。 而去在刚刚万计并没有为了活命, 而撇开我们。 夜音的身形, 出现在其中一名鬼修身后, 手中那的血红色匕首, 在他的鼻子上一抹。 顿时间, 那家伙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 整个身影, 便是开始在场中淡化。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特别是刚刚还无比嚣张的那青年, 他此刻瞪大眼睛, 丝毫不相信竟然在短时间之内, 损失了一名鬼王。 你是谁? 这是我冯家的事情。 青年立刻出生, 希望冯家的名头, 能够有点作用。 我看着这一切, 嘴角微微泛起一抹冷笑。 冯家? 杀的就是冯家的人。 而我之所以没有让小白出手, 就是因为夜音出手, 还有可能不会暴露。 但是小白出手, 暴露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意气上, 先解决这个家伙。 看到夜音并没有回话, 整个人再度朝着另一名鬼王掠出, 青年的眼皮子, 一跳。 他只认为, 刚刚只不过是被偷袭的原因罢了。 只要一起联手, 他还不行, 三个鬼王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然而, 随着三人掠向夜音, 夜音手中的血红色匕首之上, 陡然间出现一抹血光, 直接朝着面前抹去。 破! 一声闷响传出, 匕首直接将一名鬼王的心脏穿透。 而此刻, 斗篷被一股静风吹起, 顿时间, 夜音的样子也被那青年看到。 是你? 你没死? 杀三少爷的人没死? 快禀报家主! 青年低贺一声, 身形不断地朝着后方暴退, 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咯噔一声, 不好。 这家伙竟然看到了夜音的样子, 这个时候, 再隐藏也就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我怀中一道白影瞬间掠出, 我让西欧啊, 白出手了, 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将这个家伙击杀。 而另一边的夜音, 也已经解决掉了第三个鬼王, 小白的爪子, 在那青年鬼王的脖子上抹过。 然而我的瞳孔一缩, 我看到青年的手中, 一张黑色的符传, 化为灰烬。 并没有攻击, 这并不是攻击符传, 而是传信用的。 我脸色一沉, 顿时间, 小白回到我的怀中, 万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本来他以为自己的都要死了, 却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刻, 竟然被救。 江兄! 现在的我, 没时间和万机多说, 一把拉着万机, 迪鹤道, 快走。 说完, 我们三人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传送阵那里。 快, 先给我们传送。 我直接取出十倍的传送价格英气珠, 对着传送阵的负责人出声, 那家伙木娜地点头, 随后, 便是快速地开启传送阵。 小贼, 那里逃。 而就在我们刚刚站上传送阵的瞬间, 一声爆喝, 在这摩塔阵之中传出, 是冯德伦。 这个家伙, 竟然还在这摩塔阵没有离开。 本来我以为他已经回了冯家, 所以, 就算是有长老级别的人追来, 我们也还能够应付。 但是现在, 竟然是冯德伦亲自前来。 第185章, 逃不掉。 而就在冯德伦那低贺的声音传出的瞬间, 这传送阵上的光芒也是开始缓缓浮现。 我和夜莺, 还有万计的身形也是跟着消失在传送阵上面。 就在我们消失的瞬间, 一道身穿长袍的中年身影出现在这传送阵旁边, 浑身上下都是散发着一股极为凌厉无比的杀气。 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阴沉, 看着空空如也的传送阵上。 混账。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走? 冯德伦的身形猛然跨出一步, 直接出现在那传送阵负责人的面前, 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子。 但是冯德伦并没有直接下杀手。 那老者虽然面色一惊, 但是脸上并没有多少害怕。 而是很平淡地看着冯德伦。 冯德伦, 我看你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冰冷的喝声传出, 顿时间一道身影直接出现在老者的面前, 同样是一名中年, 他脸色并没有多少表情,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冯德伦。 我万事商会敞开门做生意, 他给阴气珠, 我们就给他传送。 你自己没用, 杀不了仇人, 现在那我万事商会的人出气。 怎么? 是觉得万事商会一股脑地做生意, 忘了某些东西吗? 中年男子阴沉的声音传出, 丝毫没有理会面前的冯德伦。 而此刻的他身上的气息, 隐隐散发而出, 竟然是有着比冯德伦更为恐怖的趋势。 是我唐突了。 冯德伦一双眼眸, 盯着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 最终, 他还是放开了老者。 诞生说道, 说完之后, 他的眼睛看了一眼传送镇上面。 他知道, 冯家还没有和万事商会做对的资格。 最后, 他看着眼前的这中年男子。 于会长, 我买两张空间传送符。 淡淡的声音从冯德伦的口中传出, 正如中年男子所说, 万事商会是敞开门做生意的, 现在冯德伦是来做生意的。 而他也不会去理会, 之前那几个人是谁。 他只做生意。 瞬间拿出两张空间传送符, 递给冯德伦, 教了阴气珠的冯德伦, 面目略微猙獰。 这空间传送符, 相当于一种随身携带的传送镇, 而且比传送镇更为快速。 就算是他冯家, 平时都舍不得买, 但是现在为了给儿子报仇, 他不惜一切代价。 刚开始的时候, 还只是杀了他的三儿子, 现在, 连他的二儿子都死了, 这个仇必须报。 想到这里, 冯德伦在符纸上写下了一个底面, 随后捏碎空间传送符。 哼, 我倒是要看你这次怎么逃。 阴冷的声音在这空中消散, 下一刻, 冯德伦的身形直接消失在原地。 他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能够从断魂渊里面活着出来。 杀了那两个家伙, 或许还能够得到关于断魂渊里面的秘密。 要知道, 就连鬼皇强者都不敢进入断魂渊里面去乱来。 出现在渝州城, 我略微松了一口气, 还好在最后的时刻, 传送阵启动了。 冯德伦就算是要利用传送阵前来, 恐怕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这点时间, 足够我利用这渝州城的传送阵离开。 只要抵达了罗玉成, 那么, 我就算是安全了。 至少进入万事商会之后, 我见过那沈万山之后, 我就会立刻离开。 到时候管他这冯德伦在这地府之中发疯。 等我有了实力, 再来地府的时候, 到时候直接把冯家铲平。 这种家族在地府, 就是一个肿瘤。 江兄, 你们竟然没死。 出现之后, 万纪整个人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们, 出声说道, 听到万纪的这话, 我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说, 侥幸逃过一劫。 太好了, 冯家那些王八蛋, 之前我还想着, 等有机会暗中杀几个冯家的人, 给你出口气。 现在看来不用了。 而且, 要不是你的话, 我恐怕都要被冯家的那些家伙杀了。 万纪此刻, 也是有些劫后余生的欣喜。 而现在的我, 并不能和万纪多说。 万兄,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那冯德伦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再追来, 现在我们分开走, 他的主要目标是我们, 你不能跟着我们走。 离开之后, 你找个隐秘的地方, 毕竟这冯家, 也就在这附近, 还有些威慑里, 到了别的地方, 就没有那么可怕。 江兄,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有难同当? 我刚说完, 万纪的眉头便是一皱, 看着我出声, 我连忙劝说万纪, 说现在这种情况, 我们一起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在我劝说之下, 万纪终于是同意, 随后我让万纪赶紧前往另一个传送阵, 我们就此分开, 而就在我们前往下一个传送阵的时候, 突然, 一声爆喝在这渔州城内响起。 小子, 你逃不掉, 我已经感知到你了。 听到这爆喝的声音, 我心中咯噔一声, 这是冯德伦? 这家伙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怎么办? 此刻, 身边的夜鹰也是出声对着我询问。 我的面色一阵阴沉,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走不掉了, 鬼皇强者能够直接撕裂空间追击, 现在就算我们抵达传送阵, 恐怕也离开不了。 如此, 只能杀了他。 说完, 我和夜鹰对视了一眼, 深吸直接消失在原地, 朝着渔州城外面的一处山林之中掠去, 距离并不远。 而就在我们刚刚消失的瞬间, 冯德伦的身形出现在我们刚刚所在的位置。 他看了一眼前方, 嘴角泛起一抹阴冷的笑容, 逃不掉的。 随着这家伙的声音传出的瞬间, 他的身形一步跨出, 再度消失在面前的空间之中, 那空间一阵荡漾, 片刻之后, 方才是缓缓恢复。 而此刻的我和夜鹰, 刚刚出现在这山林的边缘, 身后一声爆荷传来。 逃, 我看你们往哪儿逃? 听到这声音, 我心中咯噔一声, 看了看四周这山林里面, 倒是很少看到有鬼羞。 不过远处却有着一道道气息朝着这边掠来。 我心中有些不安, 要是这些家伙跟过来, 那我的鬼血可就不好暴露了。 然而, 就在我担忧的时候, 天空之上的冯德伦却是直接对着身后出声。 渔州城的各位朋友, 在夏冯家冯德伦, 追杀两个沙楼紫色的小子, 打脚之处还望见谅, 诸位就不必前来观望了, 多谢。 随着冯德伦的声音传出, 顿时间, 那些气息竟然停顿落了下来, 并没有继续朝着这边过来。 毕竟有鬼皇级别的强者, 肆意地在城内出现, 肯定是会引起这个地方的注意。 不过现在冯德伦直接说开了自己的身份, 在这几个城附近, 冯德伦的实力, 倒是的确有几分薄面。 而此刻的我, 略微松了一口气, 看着天空之上的冯德伦, 这个家伙, 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之前我的担忧, 全部都让这家伙给我解决了。 我退走到山林之中, 冯德伦的身影跟着进来。 他一步步跨过来, 浑身散发着无比凌厉浑厚的气息。 这股气息, 依旧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 但是, 这家伙的气息, 相对于那蛟龙来说, 却没有那么强悍。 虽然当时的蛟龙已经受伤, 但身上的气势, 依旧恐怖无比。 也就水说, 这冯德伦并没有蛟龙强悍。 连蛟龙都能够杀。 难道还杀不了? 你这么一个家伙? 我心中杀意也是生疼起来。 冯德伦脸上带着冷笑。 跑啊! 你怎么不跑了? 阴冷的声音从冯德伦的口中传出。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脸上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跑不掉, 索性就不跑了。 听到我的话, 冯德伦脸上的笑容更甚。 随后出声, 小子, 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 而我现在很好奇, 你们到底是怎么从断魂渊里面出来的? 来! 你们告诉我断魂渊的秘密, 我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冯德伦看着我和叶英, 眼神之中闪过一抹贪婪。 而我则是微微一愣, 这家伙, 竟然还在惦记断魂渊下面。 你不是说为了你儿子要让我们生不如死的吗? 原来, 为了断魂渊下面的秘密。 你的儿子, 也不过不值一提罢了。 我出声讥讽, 听到我的话, 冯德伦的面部也是跟着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哼, 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在成口蛇之力。 小子, 你听过拔蛇吗? 地狱可是有着这种刑罚,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好好的尝尝。 至于断魂渊的秘密, 我自然是有办法让你全部说出来的。 你似乎也很在乎你身边的这位妻子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 冯德伦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猙獰的残忍。 下一刻, 冯德伦整个身形消失在原地, 我根本捕捉不到半点的痕迹。 第186章, 返回。 鬼黄境的实力, 还是超出现在的我太多。 不过好在的, 是我第一时间便已经将鬼喜准备好。 而就在冯德伦身形消失的那一刹那, 一股气息便直接从鬼喜之上散发而出, 将这整个战场笼罩在其中。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我并没有将鬼喜录出来。 随着鬼喜之上的气息笼罩而出, 那本来消失在我们面前的冯德伦的身形也再度出现。 距离我的面前, 不过只有咫尺之游。 夜阴身形略出, 手中的血红色匕首猛然间划过, 一道惨叫的声音传出, 冯德伦的身上便是有着一道深深的痕迹出现, 不断地有阴煞之气泄露出来。 什么东西? 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 竟然将我的境界压制到了鬼王境? 冯德伦整个人暴退而出, 面色无比惊骇地看着我, 现在这种情况, 我应该担心的不是别的, 而是担心冯德伦逃走。 要是冯德伦逃走, 恐怕要不了多长的时间, 他就能够察觉到我身上的异常。 小白, 拦住他。 我怀中的小白身躯闪掠出去, 直接从后面将冯德伦的退路挡住。 而我自然也要跟着冯德伦, 毕竟这鬼喜的压制范围还是有限的, 超出范围的话, 就没有这么大的效果。 我身子始终都距离冯德伦很近。 而夜阴和小白则是不断地和冯德伦缠斗在一起, 周遭阴煞之气不断地横飞。 而我, 更是看得出来, 冯德伦这家伙的脸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忌惮。 他想要逃走了, 眼睛睁不断地打量着四周, 想要寻找一条好的出路。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自然加紧追击, 身形一个闪烁。 到了冯德伦的身后, 我的手中顿时间有着一个金色的小铃铛出现。 叮铃铃! 清脆的声音传出, 冯德伦整个身子顷刻间微微一顿。 而这一瞬间的时间, 完全足够, 小白的爪子和夜阴手中的匕首 都是瞬间朝着冯德伦身上的要害之处, 轰击而去。 冯德伦眼睛瞪大, 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其中充满了不甘和难以置信。 鬼皇强者的生命力就是要强悍许多, 我身形闪出, 手中的问天剑直接将这冯德伦的脑袋穿透。 这一下, 冯德伦的身体直接消散在原地, 我一把捡起地上的那剪, 然后顾不得其他, 快速带着小白和夜阴离开了这个地方。 这一次, 我不敢有半点的耽搁, 直接到了传送阵的位置, 然后继续进行下一次的传送。 而就在我们离开不久之后, 好几道身影出现在之前我们战斗的那个位置, 都是无比疑惑地打量着现场。 不对啊, 怎么没有感觉到冯德伦的气息? 按理说, 一个鬼皇的气息, 就算是离开, 应该也有残余才对。 其中一名鬼羞沉吟着出生, 难道那冯德伦没有杀了仇人? 不至于吧, 他要杀的人应该并没有鬼皇境才对。 几人谈论了几声, 似乎也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便各自离开了这地方。 经过几天的传送, 我终于是安全地抵达了罗玉成。 而到了罗玉成之后, 我整个人大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到了这地方, 至少在这地方, 我感觉到略微要安全许多。 不管怎么说, 我在这地方和万事商会的人是有几分交情的。 随后, 我直接找到了商云雀, 问他沈万山是不是还在这峰会里面。 商云雀告诉我, 沈万山一直在这个峰会, 并没有离开。 我让他禀报一下, 我要见一下沈万山, 对此, 商云雀也没说什么。 片刻之后, 商云雀再度带着我, 前往沈万山的住处。 这次, 我带着叶英前往, 因为现在这种情, 我感觉身边随时都有着危险。 不能单独放叶英一个人, 等我到了房间外面, 看到沈万山正在喝茶, 看到我前来, 连忙让我赶紧进去。 小家伙, 时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又见面了。 沈万山的脸上依旧对着笑容, 我并没有说话, 而是看了看四周。 随后又看向沈万山, 这个时候, 沈万山微微招手, 顿时间, 这周围的空间仿佛瞬间凝固了一样, 小白浑身的毛发竖了起来。 我连忙摸了摸小白, 示意她不用激动。 现在安全了, 来, 先喝茶。 沈万山给我倒了一杯茶, 然后看着我笑道, 这茶的确是好东西, 我也没有客气。 至于叶英喝的, 则是沈万山的那种茶。 你要的东西, 我找到了。 一饮而尽之后, 我看着面前的沈万山, 低声说道, 听到我的话, 沈万山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 抬起头, 眼神中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看到沈万山的样子, 我也知道, 她可能是觉得我这么快就找到鬼喜, 心中也有些惊讶。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找到鬼喜, 我的确是并没有耗费多长的时间。 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有些顺利。 而我也看着沈万山并没有继续说话。 能给我看看吗? 沉淫了片刻的沈万山终于是对着我出声。 对此, 我并没有犹豫, 直接取出鬼喜放在了桌子上面。 鬼老, 任何人不得靠近, 看到鬼喜的瞬间, 沈万山的神情都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再度对着空中出声。 这鬼老我却是没有见过, 但是绝对是很强悍的牛逼人物。 实力很有可能超越了那鬼皇的境界, 已经算是这地府之中的超级强者, 要不然, 也不足以保护沈万山的安全。 这个时候, 沈万山将鬼喜放在手中抚摸了一下, 淡淡出声, 没错, 就是这个东西。 小家伙, 你真是让我惊讶。 沈万山看着我, 眼神中泛着光彩, 我喝着茶, 并没有硬化。 说实话, 虽然看起来寻找到这鬼喜, 是没有耗费多少时间, 但是中途, 我经历了好几次的生死。 要不是机缘巧合,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从断回渊出来。 但是这些东西, 只有自己知道就行, 说出来, 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你就这么相信我。 这个时候, 沈万山看着我, 有些不解的出声。 文言的我略微一愣, 没想到沈万山竟然又突然问了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 看着沈万山说道, 直觉算一点吧, 其次就是你明明可以利用强行手段将我控制, 但你并没有。 既然这样, 我为什么不选择相信你? 我摊了摊手, 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沈万山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而这个时候的沈万山看了一会儿鬼喜, 又将枝放在桌子上, 脸色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准确地说是有些惆怅。 既然鬼喜到手了, 那你应该见到他了吧? 他还好吗? 沈万山淡淡出声, 声音中带着些许惆怅。 我知道他问的是, 风都鬼爹。 而且看着沈万山这个样子, 这家伙恐怕是早就知道, 风都鬼爹是因为什么失踪的。 这两个人有联系, 虽然说沈万山表面上一直都在说什么中立, 但是沈万山应该是百分百站在风都鬼爹这边, 而且现在沈万山所做的一切, 似乎都是在帮着风都鬼爹暂时稳住地府。 等待风都鬼爹回来的一天, 那位前辈倒是没什么, 只是走不开, 那地方需要他坐镇。 我简单地说了一下, 然后看向沈万山, 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虽然之前沈万山告诉我, 得到鬼爹之后, 我就能利用鬼爹回阳间, 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仿佛, 所以我还得来找沈万山, 让你回来找我, 只是为了确定你真的得到了鬼爹。 现在, 正如我之前的答应你的, 你随时都可以离开地府, 回到阳间。 不过还是要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这鬼爹必须要保管好, 不能落在有心人的手中。 沈万山无比严肃地做着最后的交代, 随后, 我点了点头, 本来我还想着给沈万山要点好东西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 鬼爹也给我带身上了, 有点不好意思。 这鬼爹道的确是一件戾气, 只不过唯一有点局限的就是, 他只能镇压修炼邪气的人。 就在房间内, 沈万山将启动鬼爹的法爵交给我, 这让我更加确定沈万山和丰都的关系。 这家伙竟然连启动鬼爹的法爵都知道, 简直不要太牛逼。 随着我口中法爵落下之后, 鬼爹上的气铃顿时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面前一吸, 一个有黑的空间通道, 直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一直掉着的一桩心事, 也算是彻底地落下。 你说, 要是一直都在这地府, 不能回阳间, 那将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前辈, 后会有期。 我对着沈万山抱拳, 沈万山笑着挥了挥手, 之前的他就告诉我, 有了鬼洗之后, 我以后就能够自由出入地府, 但是他建议, 在我没有绝对的实力, 还是不要轻易踏入地府。 这段时间地府很乱, 所以很多大人物都没有时间瞎逛, 要是真的有强者出现, 我会被瞬间看破, 到时候, 事情就麻烦了。 最终, 我带着夜鹰踏进空间通道之中, 当周围陷入黑暗, 我也快速去除荧光时, 看着那些空间乱流之力, 我更是觉得有种亲切的感觉。 终于, 可以回去了。 第187章, 又见妖僧。 当我们从空间通道里面出来的时候, 外面正好是晚上, 而且还是一个荒郊野外, 不过也正好, 因为并没有人看到我们的出现。 某处山顶, 正有一对小情侣, 在帐篷里面看夜景。 此刻, 女子连忙拉了拉男子。 亲爱的, 你快看下面是什么? 我看到发光哎呀。 男子朝着山下的郊外看了一眼, 心生一记, 看那光, 怎么感觉有点像狼的眼睛啊? 啊? 不是吧? 你别吓我呀。 女子花容失色, 顿时被吓得不轻。 所以啊, 我们还是赶紧早点休息, 明年好回去, 这露营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来吧, 我们进帐篷里面。 你怕我抱着你睡啊? 抱紧点。 我倒是不知道, 无意中出现在这里, 竟然成全了山上的一件好事。 走, 先出去看看这是哪儿。 话说两三个月的时间没回来, 空气还真不是一般的星星啊。 呼吸着空中的空气, 我顿时一阵感慨, 还是这上面舒服。 我先是在郊外赶紧换回了衣服, 然后找到了公路, 等了半天的时间, 终于看到一辆私家车, 好说歹说人家才让我们上车, 毕竟大晚上的荒郊野外, 谁还没点防备之心呢。 随着跟司机聊天, 我才知道, 这地方竟然是河省。 而且好巧不巧的是, 我们现在位于河省的省会城市, 郑州, 对于河省我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 我国很著名的少林, 就位于河省郑州的松山。 倒是没有想到, 我第一次来到河省, 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也算是比较另类和特别了。 不过这地方距离松山还有些距离, 乃是郑州市下的一个区, 进了城之后, 我和叶英先是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然后给手机充上电。 好在这国产机也还可以, 几个月没开机, 依旧能用。 开机之后, 我便是看到, 手机上面显示许多的未接电话, 其中有白衣给我打的, 还有乌安兰也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开机之后, 我先给白衣回了一个电话过去, 这家伙当时是看着我进入那地狱通道的, 估计都以为我挂掉了。 不过我给白衣打过去之后, 那边却显示无法接通, 这家伙很可能又在做任务。 我和叶英在酒店里面好好地洗了个澡, 然后就出门去吃东西。 说实话, 这几个月, 可算是把我馋得不行, 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这么地想念阳间的美食。 可是这几个月在地府, 我算是真的低你未尽啊, 基本都是靠那壁骨丹, 还有喝水。 吃饭的时候, 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看了一下, 是吴安兰给我打过来。 刚接通电话, 顿时便听到电话里面那焦急的声音。 江流, 是你吗? 听到这声音的我心中略微有些感动, 听得出来, 声音里面有很多担忧。 说起来, 我和吴安兰倒是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能够担心我的人, 恐怕也不多。 是我? 你这家伙, 在搞什么鬼? 这几个月, 电话一直打不通, 死哪儿去了? 你知不到知道。 说到最后的时候, 我竟然听到电话里面传来一阵轻微的抽气声, 这一下, 把我给弄猛逼了。 而就在我尴尬的时候, 又发现, 叶英朝着我这边看了过来, 脸上带着笑容。 一时间, 我真的是有些手足无措, 我看着叶英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对着电话出声, 那个, 对不起啊, 我这几个月,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冒险了, 你知道神冬架吗? 就是类似于那种地方, 没信号你知道吧? 好说歹说, 吴安兰终于消停了, 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告诉吴安兰, 估计就这几天, 现在我还在河省这边, 听到我的话, 吴安兰让我电话保持畅通, 回去之后给他打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我看着叶英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你别误会, 估计就是打我电话打不通, 着急了, 我看着叶英, 出声解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解释, 毕竟我已经是亲过人家了, 怎么说呢? 那层窗户纸,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捅破, 你跟我解释干嘛,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 叶英看着我, 眯着眼睛笑道, 看到叶英的样子, 我心里面就更虚了, 那个, 其实我, 我正打算说点什么的时候, 突然, 我看到叶英后面的远处, 正有着一道身影, 在缓步前行,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苦行僧一样的长袍, 头上几个戒疤, 而看到这家伙的瞬间, 我的脑袋轰然就炸开了, 是他, 这个曾经在阳城废弃医院, 阻止我和白衣渡化怨灵鹰的那个和尚, 我记得他的法号, 好像叫什么不见, 这家伙当时, 放走了那些怨灵鹰不说, 甚至还害死了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 当时我和白衣两个人, 愣是完全没有留住这个妖僧, 当时的他, 实力恐怕就远在, 我们之上, 我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二次见到这个妖僧不见, 似乎是发现了我的情况, 叶英问我干什么, 我连忙提醒叶英, 不要回头, 随后一把拉着叶英, 离开这小吃街, 躲在一个巷子里面, 就在我们钻进巷子的瞬间, 那妖僧不见的身子一顿, 随后皱着眉头, 朝着后面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之后, 方才继续前进, 小白, 跟着那个和尚, 记住, 一定要小心, 别被他发现, 那家伙的实力, 恐怕有些深不可测, 我连忙吩咐小白, 小白的实力不弱是一点, 最主要的是他隐秘的本事, 还有他的速度, 就算是出现什么意外, 他想要走, 太清静之下, 应该没有人留得住他, 随着小白离去之后, 我方才将妖僧不见的事情, 告诉了叶英, 没想到, 竟然在这个地方, 又碰到了这个家伙, 上次就是因为他放出了那些怨灵鹰, 让一个即将生产的孩子, 没了, 这妖僧满口大道里, 却是在大行妖道, 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既然这次碰到, 那就尽量将这家伙给灭了, 免得为祸人间, 我看着叶英出生, 放在以前, 我倒是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那妖僧的实力, 的确不简单, 我甚至在怀疑,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家伙的实力, 会不会就已经是到了上清静, 而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没见, 谁知道他是什么实力, 不过这次有叶英帮忙, 甚至又有鬼洗在手, 我心中也多了一丝底气, 之所以这么谨慎, 是因为我怕这家伙, 还有同党之类的, 要是这货还有同党的话, 那情况恐怕就有些不妙了, 我和叶英没有耽搁, 直接回了酒店里面,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小白这才回来, 而根据小白带回来的消息, 他跟丢了, 主要是因为那和尚打车离开了, 小白隐悦地听到他, 要去嵩山, 嵩山, 少林不就是在嵩山吗? 我心中一惊, 这和尚要去嵩山, 他想要干什么? 我没想到, 这和尚竟然回去嵩山? 这本就是一个妖僧, 虽然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 嵩山还是有必要去一趟, 而且小白现在实力提升, 他对一个人的气息很敏感, 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他都能够发现。 当晚, 我们直接启程, 前往嵩山, 虽然不知道那和尚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但抵达嵩山, 说不定就能够碰到, 我倒是想要看看, 这家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抵达嵩山的时候, 我和叶英找了一家酒店住下, 这酒店距离, 前往少林也比较近, 这也是我的直觉。 这妖僧既然来嵩山, 那么和他有联系的, 我第一时间就猜到了少林,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要前往少林, 但我在这旁边住下, 终究是好的。 而到了嵩山之后, 我方才发现, 这附近, 竟然很多和尚, 就算这少林在嵩山之上, 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多的和尚才对,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和尚呢? 于是中途, 我就找了酒店的服务生问了一下, 那服务生才告诉我, 说嵩山的少林这几天, 似乎要举行一场什么比试。 而就是因为这场比试, 使得许多地方的佛门修士, 都到了这地方来。 不过更多的东西, 按服务生说他就不知道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其中肯定是修道界的事情。 这么多的佛门修士抵达嵩山, 这嵩山少林要举行的比试, 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佛门和道门, 其实在很久以前, 是相差不多的两道教派, 只是到了后来, 佛门的修士逐渐地减少, 因为在很久之前, 佛门的规矩还是比较多。 比如吃斋念佛, 还有这个戒律。 而在这方面, 道修就比较宽松, 但是后来很多佛门, 也就有了俗家弟子这么一说, 比如婚戒也解除了。 而且, 只要是俗家弟子, 也能成婚。 不过在世俗戒之中, 道修的确是比佛门修士要多很多。 我看着下面很多走动的佛门修士, 心中有些疑惑。 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衣却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江流, 你是不是还活着? 电话接通, 这或第一句便是对着我出声询问, 弄得我很是尴尬。 你这么希望我死啊? 我打趣着出声, 而白衣那边顿时传来一声欢呼。 太好了, 特奶奶的, 我就说, 你小子的命应该没那么短才对。 咦? 不对啊, 你在地府, 怎么能打电话呢? 白衣说完, 似乎又有些疑惑, 我无奈一笑。 这才告诉白衣, 我回来了。 随后我问白衣, 嵩山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怎么这么多和尚聚集嵩山? 你竟然在嵩山? 沉阴片刻, 白衣继续出声。 听说, 佛门要选佛子。 第188章, 不界的变化。 佛子? 听到白衣的话, 我顿时就对这佛子二字, 有些不了解。 这佛子, 又是什么东西? 随后, 白衣在电话里面给我解释, 说这佛子在佛家里面, 可是有些来头。 现在虽然很多地方都有寺庙,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寺庙里面, 都有高僧。 所谓的高僧, 自然便是有修为的佛修。 而且真正有修为的佛修, 可是还秉持着最古老的佛家规矩, 有着各种的戒律。 所以, 一般来说, 真正的佛教修士, 都一般很少出事。 并不像我们平日里所遇到的那些道修那般。 而这佛子的身份, 几乎可以说是, 能够象征着佛家代表人的身份。 这佛子在外, 只要是佛修看到, 都要听命于他, 这一点至关重要。 甚至有人说, 所谓的佛子, 乃是释迦摩尼的转世灵童, 在人世间历练罢了。 但谁有真正的知道呢? 但是这佛子选出来, 就真的是有人相信吗? 我对着电话里面的白衣出声询问道, 既然这佛子听起来是有点荒庸。 那么选出来, 难道还有人信服吗? 但是随后白衣就告诉我, 之所以这佛子选出来, 有人信服, 就是因为少林。 准确地说, 少林只是一个招收世俗僧人的地方, 会传一些外公。 当然, 这少林可以称作是另一个地方, 那就是外门。 在少林的背后, 站着真正的佛家大派, 而且还是一家独大的大派。 雷音寺。 这雷音寺在佛家的位置不同, 传言西天佛祖释迦摩尼的修道场所, 名为大雷音寺。 而这雷音寺, 竟然敢以这个名字著称, 足以说明这雷音寺的地位。 佛家和道门发展不同, 道门有着无数的派别, 甚至都实力强大, 并不是一家独大。 而这雷音寺, 则是佛家最为庞大的一个宗门, 他们有着无数的佛门卷宗。 有着这世上最为精妙的佛门秘书, 但他们并没有一统佛门的意思, 自己发展。 而就算很多地方都有着佛门秀水自立门户, 他们也不反对。 但是纵然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演变, 这雷音寺的位置, 依旧是没有被那些佛门势力所取代, 这更是导致, 雷音寺几乎是成了佛门之中的圣地。 而且, 其余的那些佛门势力弟子, 想要进入雷音寺, 只有少数的名额,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这雷音寺的。 至于这少林, 几乎就算是雷音寺的外门, 如果你进入少林, 被发现有着佛修的天赋, 那么就有可能进入雷音寺修行。 白衣告诉我, 之所以这佛子能够让所有佛修幸福, 就是因为这佛子乃是雷音寺主持, 并且推选出来的。 而且雷音寺的规矩, 允许天下所有修士参加, 这里甚至不限制到修。 只要你能够通过所有的考核, 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 那么你就是佛子。 就算这个人并不是佛门修士, 但只要你成为佛子之后, 你可加入佛门, 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 雷音寺? 听完白衣所说的这些, 我低声难难, 我倒是没有想到, 这其中竟然是还有着这么多我所不知道的。 我之前所了解和知道的, 几乎是都是道门修士。 至于佛门修士, 我第一个遇到的, 就是那妖僧不戒, 再然后就是, 在这松山下面所看到的这一幕, 这么多的佛门修士聚集在这里。 很显然, 这些人恐怕都是, 想要进行那佛子的竞争。 这样说来, 那妖僧不戒来着松山的墓地, 难道就是进入雷音寺, 参加那佛子的选拔吗? 那妖僧不戒的实力, 可以说极为强悍。 如果说这家伙真的是, 成为了雷音寺的佛子, 那情况不是很糟糕。 之所以说很糟糕, 就是因为, 这妖僧不戒并没有修佛之人的那种善心。 甚至更多的是他自己认为对得一通大道理。 这一点, 我和白衣都亲身经历过。 对了, 你怎么跑到松山去了? 这个时候, 白衣在电话里面出声对着我问道。 我想了想, 随后将我这边的情况告诉了白衣, 我来松山, 的确就是跟着那妖僧不戒来的。 如果不是我中途偶遇到了那妖僧不戒的话, 我恐怕还真是不会来这个地方。 而且机缘巧合知道了关于佛门的这件事情。 这时雷因四大告天下修士, 就算是其余宗门的道修都能够参加。 而且, 这次雷因四动静这么大, 就算那家伙也在其中, 恐怕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只不过那家伙的心性的确是有些邪门, 必然是不能让他乱来。 你先在那盯着, 根据消息, 雷因四的佛子举办, 应该是, 还有一个周左右才会正式开始。 到时候, 我也会过来。 白衣又在电话里面对着我交代。 听到这事, 竟然是和那妖僧不戒有关, 他也来了兴趣。 毕竟上次的时候, 我和白衣可是在这妖僧的手中同时吃了亏。 明明已经抓到这个家伙, 而他却依旧是无比的嚣张, 然后在我们两个的眼皮子地下, 安然地退走。 对于这一点, 我当时的实力低微, 但是白衣心里面恐怕就是比我更加难受了。 我笑了笑, 告诉白衣,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尽量盯着那家伙, 不会让他乱来。 随后, 我挂断电话, 深吸了一口气。 佛子? 根据之前白衣所说的消息, 这佛门的佛子, 可是很多年没有出现了。 这里的很多年, 可不简单的是, 历史的记载之中, 白衣所说, 他在一品堂的古籍记载之上看到, 上一任的佛子, 乃是在上古时期, 狮游和皇帝之间的争斗的时候, 出过一个佛子, 然后就是现在所要选举的佛子, 是第二个。 竟然追溯到了远古时候? 我还真的不知道, 雷音寺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出, 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不过, 暂时我并不去担心这些问题。 我首先要解决的是那妖僧不见, 这家伙专门前来这地方。 如果他真的是, 想要参加什么佛子选举, 那我绝对不能让他成功。 如果他真的成功成为了佛子, 到时候能够代表整个佛门的话, 那事情恐怕才真是大条了。 这家伙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接下来的时间, 我让小白尽可能地在这松山下面的酒店到处转转, 看看那妖僧到底在什么地方落脚。 而我和叶音则是就在酒店里面, 准备进入修炼状态。 我将从那鬼剑宗七长老身上得到的那柄长剑给问天吸收。 能够感觉到, 问天剑身上的气势又有了变化。 第二天的时间, 小白回来告诉我, 说他找到那妖僧落脚的酒店了。 距离我们这边有几百米的距离。 不过小白说, 他从那妖僧身上所感受到的气息有些古怪。 我问小白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小白告诉我, 说他从那妖僧不戒的身上所感受到的气息, 竟然不是之前那种。 之前的小白说, 妖僧身上的气息还有些阴邪诡异。 但是这次看到, 却完全不一样了。 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佛门正派的气息, 就连那阴邪的气息都消失不见了。 听到小白这么说, 我心中咯噔一声, 反而觉得这事情有些不好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但是可以说的是, 他好像改头换面了。 这里的改头换面是指的他将身上的气息转化了, 并不是之前那种阴邪的感觉, 而是无比浑厚而庄严。 甚至中途的时候, 小白带着我在一个地方悄悄看过那妖僧不见。 而我同样发现了, 小白所说的这个问题, 那家伙身上的那股阴邪的气息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但是他就是不戒, 就连和其余的那些僧人打招呼自我介绍, 都是介绍不戒。 这个家伙, 很危险。 随后, 我的心中给这不戒定下了一个定论, 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 而且相反, 他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存在。 不过看着这个家伙, 将自身的气息都彻底地转换,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 适用的身份办法。 看来, 他的确是要参加那佛子的竞争。 这样说来, 他在这松山脚下, 应该是不敢乱来的。 于是, 我便没有, 继续监视这不戒。 回到了酒店之中, 小白迫不及待地, 让我将那蛟龙的尸体弄出来。 他需要蛟龙的内丹。 他说, 有了蛟龙的内丹。 他的实力, 能够提升到上清静巅峰, 甚至留有余力, 冲破太清静。 听到小白的话, 我心中也是一阵欣喜。 毕竟小白的实力提升, 就是我自己的实力提升。 不过在酒店里面还是不怎么方便, 毕竟这蛟龙的身躯, 还是太过庞大。 而且, 这附近倒是都是高人, 要是蛟龙的气息暴露, 恐怕还会引来不少的麻烦。 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出现, 我直接带着夜鹰和小白离开这酒店, 准备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因为这蛟龙身上, 可以说都是宝贝, 就算是夜鹰, 这蛟龙的鲜血, 对它也有着很大的好处。 说明白点, 现在的夜鹰, 差不多算是一个尸修, 也就是僵尸。 血液对于僵尸来说, 完全就是大捕之物, 只不过夜鹰本身并不是僵尸, 所以对于血液才没有渴求, 但并不代表这种蛟龙的血液, 它不需要。 而对于我来说, 这蛟龙就是真正的好东西, 小白剑是比我多。 它告诉我, 蛟龙的鲜血里面, 拥有狂暴的力量, 我可以用来脆体。 而是蛟龙的肉, 里面同样是蕴藏着极为恐怖的能量, 就是随便烤一下吃起来, 那绝对都是大捕之物。 再然后就是蛟龙的龙魂, 还算不上是真正的龙魂, 因为这蛟龙, 只能算是一条成精的大马。 只要问天剑, 能够将蛟龙的龙魂彻底地吸收, 那么绝对也是受益匪浅。 小白四处乱穿, 足足几个小时, 他才说找到了一个废弃仓库。 算是比较隐蔽的地方, 而且周围也没有人。 在小白的带领下, 我们到了这个废弃仓库, 感觉像是一个巨大的汽修场, 只不过荒废了, 中间的空间很大, 有篮球场那么大, 感觉到周围没人。 我也直接将蛟龙的尸体 从大戒中放出来。 最后放入隐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